冲啊 杀 哎 对 好 真漂亮 谁女朋友这么漂亮是吧 打尽头了 臭傻逼 卡 你他妈谁找来的 他妈会不会去 get out 又他妈白拍了 好歹也是明台大学的大学生 竟然沦落到来三流巨都打砸 什么 出车祸了 大哥 我这时候去给你找人 我上哪儿去找啊 服装 把男医药衣服给他穿上 导演 我 你什么你 开始 公子 我跳的舞好不好看呢 好看 好看 但顽固的感觉还真不错 要是真的就好了 这是哪儿啊 狮子 狮子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狮子 哇靠 这不是在拍戏 我 我居然穿越了 还穿越到了一个北梁世子的身上 不过 这可比现代瘦那个窝囊气好多了 世子 你在想什么呢 你快去看看吧 楚国公主来咱们府上退婚了 什么 退婚 世子 难道你忘了吗 当初梁王为了求和 专门立下了你和楚国公主的婚约 我不要面子的嘛 我尖叫看看 这楚国公主到底长什么样子 楚云 你个废物 要什么面子啊 你 你是什么你啊 我乃楚国公主 今日告诉你 我们的婚约写出了 我 我什么我 我们公主可是楚国第一美人 你一个顽固世子 迎主莫光 岂敢与日月争辉 如今大下国战败于匈奴 你一个战败之人 也敢肖想我们楚国公主 你配吗 你们凭什么羞辱世子 当初两王兵临城下的时候 可是你们楚国公主求助联王联姻的 如果不是这份婚约 你们楚国早就灭国了 你一个小小侍女 也敢在我们公主面前咆哮 如今下国战败 我们楚国公主要退婚 你们大下谁敢有意见 我的侍女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动手了 敢打我 打你又怎么样 我是北梁世子 我的地盘我做主 轮得到你在这放肆 够了 楚云 我知道你很生气 也很不担心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 不难楚国公主 天之骄子 你只不过是一个战败国将军的儿子 下冲不可与兵 锦蛙不可与海 下国战败 你就跟蝼蚁一样苟果 连仰望我的资本都没有 好 很好 这场婚约不要也罢了 算你有自知之明 慢着 这场婚约的确要废掉 不过不是你楚国公主要退婚 而是我楚云 要休了你 都说北梁世子是个废物 如今看来果真如此 我知道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激怒我 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你要知道 楚国一战 尸痕遍野 流血飘零 楚云 你承受得起吗 我也可以不和你计较 只要你跪下给我磕头认错 我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否则十日之后 我楚国必踏破以下狐狗们 好啊 十日之后 大队放马过来 要战便战 大下有北梁 北梁有龙记 但是北梁龙记在 不叫狐马渡鹰山 好一个不叫狐马渡鹰山 十日之后 我倒看 你们北梁的龙记 被我们楚国的铁骑 打得落花流水 怎么感觉狮子有些不太一样呢 刚才多谢狮子 那你 不做点什么感谢一下我 小青是狮子的天生侍女 狮子想做什么都可以 卧槽 那你怎么不早说 禀报狮子 有战报 那不是皇上的事吗 关我屁事 报 又有什么事 咱们和匈奴一战 伤亡惨重 朝堂上所有的人 把罪责都推到了梁王身上 现在陛下 要卸了他的兵权 什么 卸我爹的兵权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父皇 如果能力有所下降 那也是正常的 梁王既然老了 北梁世子又不学无术 听说呀 这北梁废物又得罪了楚国公主 楚国 十日之后将大军来袭 你我看啊 这兵权还是得交出来 交给有能力的人 儿臣赴议 陛下 终结谷一战 老臣是为主帅 难辞其咎 请陛下知罪 此事怎么能怪您呢 父皇 兄弟与我国停战十年 此次突然出兵 定然是蓄谋已久 再加上楚国从中作梗 为其提供粮草兵器 我下国准备不足 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如果不是梁王 拜领北梁军 敌死反抗 拼死作战 结果恐怕会更糟 当年的梁王 可是号称军中骁龙 曾带兵杀到楚国皇城脚下 如今却被区区匈奴 搞得狼狈不可 十日之后 楚国大军来袭 我看你这是让我大下 现成失地吗 今后 你跟了朕这么多年 朕担心你再受累 要不 你先交出兵权 陛下 梁王 你累了 来 谢谢 皇上 楚云 终结谷一战 匈奴伤兵是我大下两倍 如果我能治好那三十万伤兵 是不是算我父王大姐啊 那是自然 哟 这不是楚云吗 这是刚睡醒吧 怕你爹在朝堂上施了兵权 你这个北王废柴 没了好日子过 所以才跑到朝堂上 来胡说八道 陛下 请问 如果我能治好这三十万伤兵 我父王是不是属于大姐 那是自然 金窗镜自古以来都是绝症 得了金窗镜的人只有等死 你一个不学无数的顽固 还说能治得了金窗镜 不就是区区破伤风吗 给我三日即可 如果我治好了他们 又如何说 好 那便给你三日 你若治好三十万伤兵 我给你十万剑军做补偿 若是你治不好 北梁就此交出兵权 如何 一言为定 月儿 我知道你救父心切 但是朝堂之上不能胡言乱语啊 父亲 你放心 我有办法 好 好一个一言为定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这不是把北梁兵权鼓手相让吗 楚云 你平时不学无数也就算了 在朝堂上胡言乱语 你太放肆了 父皇 楚云就是一个顽固 脑子不太正常 他说的话不作数的 我与他有婚约在身 我替他道歉 求父皇收回成命 有意思 如此国色天象的公主 竟然也跟我有婚约 不过倒也不错 这公主 可要比那苏清竹漂亮情和多 懂得心疼人 小二 朝堂之上 岂能儿戏 既然楚云应下 那朕就允了 恭喜梁王啊 生了一个好儿子 原本以为十日之后 楚国大军来袭 杀他几天 以平息楚国公主的怒气 没想到主动上来送死 三日后你交出兵权之时 也就是楚云命丧之时 楚云 公主你怎么来了 我说你啊 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真是胡闹 走 我带你去见父皇 我们去求父皇收回成命 干嘛要收回 太子基于北梁军权已久 如果让他拿到军权 那北梁府就完了 公主殿下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 这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你现在让我收回来 那不是让别人看我笑话吗 你这丸裤子 平日里不是吃喝嫖赌 就是逗猫遛狗 丢的脸还少吗 楚国公主和你解除婚约 你这样还定下十日之约 你气死我算了 公主殿下此言诧异 我楚云 已经经非西比了 不过 话说 你堂堂大夏公主 又是皇室第一领委出阁 你不好在皇宫待着 从抛北梁王宇来干什么 你刚才还提到了楚国公主 我 难道说 你喜欢我 公主殿下 你这么关心我 不是着急跟我履行婚约吧 你走开 你胡说你 婚约的事情 就不劳烦公主殿下操心了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到时候被梁王府的兵权交出去以后 我看你要怎么办 要不是看待梁王当年不畏奸险 帮我从敌军手中救回来 我才懒得管你 啊 你这个破 破 梁王 三日之期已过 是不是该交兵权了 你 大哥 切莫这样说 说不定楚云真的治好那三十万香槟呢 对对对 就那个废物 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得大顽固 他会治病 我倒是听说呀 他买了不少的橘子 难不成 他是要用橘子 给我大夏的士兵治病吗 你 这是苹果 这是橘子吗 你橘子和苹果都分不清 还笑话我 楚叔叔 父皇 当初大夏建国 梁王率领北梁军南征北战 陛下不适之功 更是对臣女有救命之恩 还请父皇念在往日勤奋 贾儿 此事与你无关 退下 公主殿下 你也不要再为老夫求情了 你的心意呢 我领了 要怪就怪云儿 太冲动了 楚云信不辱命 楚云 三十万受伤将士 全部痊愈 无一死亡 请陛下过目 张龙 妖了 回禀梁王 多亏世子殿下 研制出了什么叫青霉素的神药 属下们已经全部痊愈 恭喜梁王 贺喜梁王 大胆 你们竟然当着陛下的面说谎 这可是欺君之罪 属下所缘句句属实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呢 事实就摆在面前了 好 真是虎父无犬子 梁王 没想到世子还有这一套本事 陛下 既然人已全部治好 还请陛下 见证一下我和太子的赌约 这你放心 稍后这会让他兑现赌约 让太子化十万兵 给你们北梁 作为终结古之战的补偿 由世子统领全军 谢陛下 谢太子 刘舍的兵权 竟然让这个废物顽固给抢走了 楚云 你隐藏得够深呢 皇兄啊 现在北梁军已痊愈了 楚京红手握重兵 你该不会真的要把这十万精兵都给他吧 二弟啊 我只是说 给够十万而已 谁要给他十万精兵强将 而且你别忘了 距离楚国铁骑杀到只剩七日 我看他还能蹦到几日 什么 皇兄 你未免也太过分了 竟然送过去十万老肉兵残 你这不是拖累北梁军吗 楚国的铁骑还有七日就杀到 你让他们如何应战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我说了给十万兵 但没说给什么样的兵啊 羞辱楚国公主 引起战事 本就是这个费禅一手造成的 又何干 你 可是楚云毕竟是我大吓死您 你这么做未免也太 十万残兵 我北梁接了 云儿啊 你是不是病了 你杀了你啊 十万人哪 什么概念啊 我北梁王府本来财政就吃紧 十万残兵啊 你是要爹的命啊你 爹 北梁爱兵如子 收下十万残兵 又算得了什么呀 梁王 你就少跟着操心了 我北梁的确爱兵如子 今天我把话撂这 大夏士族没有累赘 但凡是为大夏流过血汗的 都是大夏铁骨铮铮的好男儿 老肉病残又如何 我北梁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要养着他们 好 说得好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嘴硬 我再也不管你了 我也不管你了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接下来 我北梁也要扩充军备 只要有了优良的装备 即便是老周病残 一样可以吃成疆场 区区废物 也敢妄论吃成疆场 可笑 区区废物 也敢妄论吃成疆场 可笑 楚国公主 你来我大夏所为何事 我是来送战书的 七日之后便是国战 今日特来向大夏王朝拜见 好你个楚国公主啊 我们大夏国盛行的时候 没少跟你楚国颜面 你今天此举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们过分 那都怪你们的废物世子组员 竟然敢撕毁于我们公主的婚约 羞辱我们公主 那就相当于羞辱我们楚国 原来如此 楚国前来拜见 都是你这个顽阔害的 你真的是 顽阔误国啊你 我说你俩脑袋是不是被捋起了 人家楚国早就盯上了你们大夏的资源 什么侮辱公主啊 就是饶借口罢了 对 你这纹裤 闯了如此大祸 还敢如此放肆 简直是不知羞耻 别逼逼了 楚云撕毁我婚约一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如果你们有种的话 就接受拜计 当然 你们也可以认识 承认你们夏国远不如我们楚国 嚣张跋扈 狗张人士 猖狂至极 无法无天 太贱了 父皇 这楚国欺人太甚 今天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诸侯国怎么看待我大夏 就以楚国公主的意思 比吧 刘将军 代表夏国 干他 陈领令 楚国公主 我的剑削铁如泥 杀敌无数 今天我就要用我的剑干你 别比比 干我 我代表大夏灭了你 怎么可能 我的剑 简直不堪一击 还有谁 今天不管谁来 都要败在我的剑下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 敢挑衅我苏青竹 就是自取其辱 麦可 这女人还真是小心 看来 大夏也不过是如此 如此 这一场是你们自认败了 还没呢 公主 就说大夏皇帝的那把王权剑 至为锋利 乃王权象征 想来定是不凡的 何不拿出来看看 还请夏皇拿王权剑一身 你老爹的那把剑 到底怎么样 父皇的那把王权剑 看似威风凛凛 实则只是装饰带的配剑 根本禁不起对破 可 拿来装逼的吧 夏皇陛下为何不作声了 只怕是不敢拿出来吧 王权剑要是废了 夏国的脸面往哪放啊 放肆 难敢侮辱我父皇 我有一言 诸位 我父皇的王权剑 乃镇国神器 不可轻易取用 至于拜剑之事嘛 北梁军一向为我大下刀刃 自然是由北梁王结战 自然是由北梁王结战 不错 要不是处云着北梁世子 私自私毁伦约 激怒了楚国 楚国公主断然不会 如此的羞辱我大下 拜剑之事 我看就应该让北梁王去影战 就算输了 也是北梁王无能 不就是拜剑吗 对付这种破洞烂铁 何须用我父王的配剑 你 你竟敢说我的天红 是破铜烂铁 你 楚云 你哪来的底气大放厥词啊 你信不信 我随手注意把剑 都比你这所谓的神剑 要好上十倍百倍 笑话 楚云 你个顽固 我看你连穿衣服都费劲 还会助剑 鱼儿 你啥时候会助剑的 为父咱不知道啊 爹 我会得多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陛下 臣要现场助剑一把 挥挥着楚国公主的剑 还请借助剑访意 卓云 此事关乎 大下国威 你可想好了 陛下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既然你有细心 准了 谢陛下 果然是个废物 铸造了这么半天 才铸造出这么一把破铁 莫剑 我看是废铁才对吧 大玩户 你现在就跟你手上那块废铁一样 滑稽可笑 楚云 我劝你还是赶紧认输吧 天红剑乃是神剑 跟你这个废物锻造出来的废剑相比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你们这些人啊 就会以貌取人 今天本世子就让你们掌场教训 让你们尝尝我的大黑剑 什么滋味 等一会儿要输了 你可别哭着叫爸爸 狂妄 公主 这个文会也太猖狂了 你一会儿可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楚云 既然你如此自信 敢不敢打赌 怎么赌 如果你输了 就当场自断手臂 什么 你这赌 我接了 楚云 我要是输了 甘愿自断一毕 不过 我也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要是输了 就以身相体 成为我北梁王府的人 哟哟哟 这不承认了吗 你不还是想娶我们公主为妻吗 只可惜啊 你没那个机会了 真是俩蛤蛤像是天鹅肉 我去 你想多了吧你 就这婆婆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她要是输了 就为奴为婢 给我洗脚 楚云 你敢侮辱我 楚某不才 只是大下堂堂难尔 公主就当众侮辱我大下国威 楚某愿意一臂与公主对赌 公主可敢应战 楚云 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那赌约我接了 咱们走着瞧 不让你下半辈子当个断臂的残废 去死吧 去死吧 我还赢了 楚某公主 苏庆竹 愿逗服输啊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这不可能 你到底因为是谬数 愚昧 我这可是浓缩燃油 注火过的金刚剑 比你们这个时代的铁剑好了不知百倍 好 哈哈哈哈 北梁军不愧是我大下刀锋 四番败剑 仰我大下国威 楚国公主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和楚云的约定 真可是听着了 楚国公主 现在楚云赢了 你是不是该对信承诺了 放肆 堂堂楚国公主 怎么可能做这个废物的婢女 哎 这事可是你们自己说的 怎么 堂堂楚国公主 还要耍赖不成 本公主一言九鼎 何须跟你一个顽固耍赖 既然都比试了 那不加点仇吗 你说说看 武器再锋利又如何 拿在你废物手里 终究是把破键 三日之后 我们各出一人点将单挑 说你们赢了 我不但做你的婢女 还把天和尘送给你们 说是你输了 就把北梁臣 和祝贤秘方送给我们楚国 引哥赶战 楚云 见好就收吧 他们楚国有猛将 鬼头刀王 我们不是对手 这楚云能赢了败剑 实属侥幸 不如啊 这楚国公主和楚云 之前的赌约作废 三日之后的点将 我看也不毙了 毕竟 以何为贵嘛 哟 刚才不那么嚣张吗 怎么这会儿 怂了 嗨 我本来就想收你做婢女 结果你还想再送一座城池 这赌约 我接了 二大 加油 干他 楚云 北梁城可是北梁军的根基之地 以此为赌注 你想清楚了吗 元儿 此事事关重大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啊 爹 放心 若是失去北梁城 七日后 楚军挑起大战 我大下 边境不保啊 陛下 我有十足的把握 点将能赢了楚国 再说 天和城也是边境的要塞 既然楚国公主 这么有诚意 咱们不收白不收嘛 好 楚云 朕就再相信一次 楚国公主 此事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谁不知道 楚国的鬼面刀王厉害无比 无人能敌 明明可以避免点将 只怪楚云信口开河 父皇 楚云急功尽力 致我大下于十火 还请父皇严惩楚云 父皇 楚云赢了拜见 养我大下国威 自是有功 而且他接下点将 也是为了给我大下开疆阔土 请父皇明鉴 都别吵了 就算楚云不接点将 以楚国公主的性子 他还是会向我大下国提出点将 找回面子的 北梁不是我大下的刀锋吗 三日后点将儿臣推荐 梁王应战 儿臣复义 梁王乃北梁军统帅 当年神勇无双 兵临楚国皇城 没有人会比梁王更适合去应战 父皇 万万不可 北梁王虽神勇 但年事已高 若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梁王年事已高 为何不让出兵权 你 陛下 我北梁对大下一片赤城 天地可见 老臣愿以血战杀场 先辈开疆拓土 将泱泱大下交予我等手中 我辈自当手土开疆 方显男儿血性 三日后的点将 我楚云接了 何须劳烦先辈 好 好一个手土开疆 方显男儿血性 太子 二皇子 你们也向楚云好好的学一学 若大下 人人如楚云 个个有这般血性 谁还敢犯我大下 这交货 好像不算很差嘛 蠢货 三日后 战略你在鬼从刀王的面前 还能这么嚣张 公主殿下 拿去 这是我父皇 专门为我打造的金丝软甲 刀枪不入 三日后 你去参加点将 借着穿上 公主还没过门呢 就开始关心为父了 你少自作多情了 要不是梁王救过性命 我才懒得管你 别忘了 咱俩可是有婚约的 你早晚都是我的人 这要是三日后 我被鬼托到王沙了 公主你 就要守我寡了 我呸 天下男人多的是 你若是死了 我便找个更好的便士 你这个婆娘 怎么跟为父说话呢 为父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个灯徒子 本以为你有所改变 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死性不改 三日后 自求多福吧 狮子 你让军蟹丝做的东西做好了 记住 这枪口 对着的永远是敌人 还有 警告军蟹丝 我给出去的图纸 一定要保密 是 狮子 这究竟是何物啊 你竟如此看重 哼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三日后 你就知道 主位 有谁愿意 为我大下国出战 但凡出战者 无论胜负 上白银万两 但凡有击败鬼头刀王者 奉万护侯 父皇 此战是楚云约的 自然应该是楚云用战才是 俄臣复义 这是楚云和楚国公主的打赌 和我们皇室无关 你们大下果真是没人 想让一个废物来参加点将 楚云那个废物 估计早被下破打 好路了吧 你们指望他 怪不得你们大下如此废 给修奴的打赌 住口 陛下 老夫愿意与鬼头刀王一战高地 好 你个无名之辈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爹 儿子来了 云儿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 三十年前 我爹能把你的石打出来 放屁 今天我就把你的石打出来 今天我要把你的石打出来 等等 等一下 我还有个正事要办 我如清风 轻拂你脸颊 如下雨 轻爽你身心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不正经 一刻不见心 思之如狂 我给你准备了软甲 你怎么没有穿 对付这种蝼蚁 还需要穿软甲 放心吧 他连出手机会都没有 嗯 云儿 正式要紧 少说两句 你 初云 你少在这里的压力 是 既然来了 就乖乖受死了 本公主没空给你浪费时间 这废人居然还敢 不过也好 只要你这废人一死 处境红绝后 兵权早把秀我的 哈哈哈哈 初云 念在我们有过婚约的份上 我便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乖乖跪地求饶 刺断一臂 可别让鬼头刀王饶你不死 唉 你可别嚷嚷了 趁这个时间赶快洗干净 给我做奴婢 鬼头刀王 给我杀了他 死刀 因为血淫狂刀 杀敌无数 你取取一个废物 竟然能死在我的狂刀之下 这是你的荣幸 别逼逼了 来吧 吴云我操你大爷 我不干了 哎呀我操 哎呀我操 这到底怎么回事 此为火冲 声如惊雷 快如闪电 百步之内取人性命 如探囊求 这怎么可能 这废物 居然短时间内 击败了鬼头刀王 哎呀 是不是老夫最近压力太大了 出现了幻觉啊 爹 你今天比哪天都正常 楚空公主 你们输了 是时候该兑现承诺了吧 天和尘归你们了 哎 公主 你是不是忘记了还有一项赌注 楚云 天和尘已经是你的了 别欺人太甚 哎呦 这堂堂的楚国公主要当众耍赖了 真是瞧瞧大牙了 哈哈哈哈 楚云 你别太得意 你别以为这就已经结束了 我堂堂楚国公主 苏庆竹 代表楚国 向你们下国正式宣战 三日后 你们如果能抵挡得了 我楚国五十万铁骑 再来让本公主兑现承诺 哼 签 滚奴子吧 楚国公主 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哈哈哈哈 楚云 今天 你为我大下立了大功了 父皇 楚云赢了败剑和点将两场 狠狠错了楚国的锐气 是不是应该奖赏一下 赏 必须得赏 既然楚云不是愿意研究兵器吗 那就把兵甲 交给楚云打理吧 不可 父皇 兵甲司掌管着大厦的机械制造 如此要值 怎么能让楚云一个顽固子弟担任 这家伙怎么这么紧张 莫非这兵甲司有什么特殊之处 楚云 兵甲司是所有部门里 独主最多最赚钱的 赚钱 给娘的 给他干了 皇上 既然陛下如此相信微臣 那微臣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的 父皇 请三思 闭上你的臭嘴 要不你造一个试试 对啊 你造一个试试 楚云 朕可是有条件的 现在楚国大兵当前 正好我大侠又和匈奴打了一仗 我们的兵器筹备欠缺 朕命令你三日之内 造出一批一敌万一敌万一敌万的活处 这皇帝老头原来是看上火虫 陛下 这火虫亏力很大不假 只是它制造起来积极困难 而且造价高啊 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实现量产 那我不管 造必须得造 而且必须得牛逼 看来楚云无法胜任 父皇 还请收回成名 谁说无法胜任 虽然现在一时半会儿还造不出来火虫 但是我能制造其他的呀 三日以后 只需要万人 我就可以抵挡 楚国的五十万雄狮 无法提量造出火虫 你就想凭万人力量 去抵挡住楚国五十万的雄狮 主云啊 你该不是为了兵甲司的职位的油水 来故意欺瞒父皇吧 还真是叫恶狗员 楚云胆敢齐军 还请父皇严惩 我所言句句数诗 何来齐军 这 父皇 我倒有一计 说来听听 楚云此番自信 不如让他跟太子殿下 比上一比 按照楚国以往来的战术 三日之后 肯定是兵分两路 攻打凤阳城和北梁城 不如让太子殿下和楚云 分别带兵 镇守凤阳城和北梁城 谁如果能镇守成功 那谁就是赢 若是太子输了 那就要给北梁城五十万两白银 如果是楚云输了 那就请梁王交出兵权 好 这个法子好 楚云 你言之凿凿 如此自信 敢和本宫比吗 楚云 你可千万别答应啊 三日后 楚国肯定会派主力攻打北梁城 你仅凭手上的十万人肯定是守不住的 元儿 莫要冲动啊 爹 你放心 我有书 陛下 这赌约我接了 我就从太子之前 给我的那十万老周病团之中 抽取一万人即可 什么 元儿 爹 你可别信口开河呀 楚云 你失心疯了吧 须须一万 送给楚国三牙缝都不够 楚世子啊 果然语出惊人啊 佩服佩服 慢着 我也有个条件 如中我赢了 那二皇子 也要给我五十万两白银 好 我接受 既然如此 认准了 谢陛下 二弟啊 这楚云三番两次的兵出奇招 这次会不会 皇兄 你就放心吧 放一百个心吧 你想想看 楚云 接管了兵甲司 但是他没框呀 你有铁框啊 你不给他铁框 他没有兵器 他就守不住北梁城 而且 陈弟让你去守凤阳城 是因为 楚军才派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兵力哦 你以三十万大军去守一个凤阳城 那是绰绰有余的啦 等到北梁城破了 楚金红交出兵权 这样 皇兄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拿到兵权了 妙啊 二弟 你有心了 哎呀 皇兄 您是天子 异国的天子 陈弟愿意干脑徒弟 为皇兄办事 为皇兄执掌大权 扫出那些阿猫阿狗 杂七杂八的那些人 嗯 哈哈哈哈 蠢货 哈哈哈哈 太过分了 整个兵甲寺一点铁框也没有 铁框都被太子掌控着 这叫我们如何制造武器啊 这俩兄弟原来在这儿打着我 不过一点铁框就想卡死 太天真了 都怪我 这次都怪我 要不是我求父皇赏赐你 也不会着了大皇兄的道 哎呀 这下完了 公主 没有铁框 三日后我就要战死了 楚云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公主殿下 我不怪你 只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别人做不到 但 你一定能做到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赶快说啊 不对 你又在出什么馊主意 你先答应我 行 看在你即将为大下国 捐躯的份上 我答应你 你能不能 给楚家留个后 你 我就知道你会反悔的 哼 可怜我堂堂世子 到死都没有给楚家留个后代 无效有三 无后为大 以后我楚云 就是整个朝堂的笑柄了 哼 行了 你别说了 我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真的 走 世子 加油 哼 小青 明白 哼 废物 楚云 都死到连头了 居然还惦记着美色呀 你来干什么 我妈 自然是过来给你送铁矿 你要是跪下求我 学两声狗叫 我可以考虑 我可以考虑给你点铁矿 哼 哈哈哈哈 皇兄 不要太过分了 哎哟 三位啊 你这都还没嫁人呢 就帮着别人说话 你别忘了 你姓夏 太子 你好歹是一国储君 此番作为 是不是太过分了 哟 没想到你这废物身边 还有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哎 哼 如果你家主子没有铁矿 三日后必死 我看你长得挺漂亮的 如果晚上过来陪我一晚上 把本宫伺乎爽了 我可以考虑给你点铁矿 怎么样 此话当真 本宫一言九点 好 我答应你 小青 哟 哈哈哈哈 不就是没有兵器吗 谁说没有兵器不能守城的 三日后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北凉城 你亲我一口 我去告诉你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嘴皮 快说 就靠他了 那什么东东啊 像面粉一样的 就能比党得住五十万大军 你不信 那咱们打个赌 我要是守住了北凉城 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这东徒子 肯定不会提什么好要求 不过 此事本来就因我而起 不如就答应他 行 我答应你 不过 你要是输了的话 你以后就得听我的 不许再在朝堂上乱说话 殿下 怎么样了 楚云最近是不是在到处搜集铁矿啊 回太子殿下并没有 那他这几日在干嘛 楚云正带着一万残兵 正给城墙壶泥巴呢 二弟啊 这楚云简直是笑死我了 没有铁矿带着一万老弱残兵 在玩泥巴 还尝试用泥巴来守城墙 看来这个楚云 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愚蠢 废物 是我三十万大军 一天之内连丢三场 朕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物太子 不慌 儿臣尽力了 我去你大爷 这能怪我吗 这都怪楚国的兵力和盔甲太强了 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父皇激怒 太子好歹也守了一天了 多不容易啊 很辛苦的 我看这楚云啊 一大早应该就被破城了吧 也不知道那笨蛋现在情况如何 千万别出事了 北凉城怎么样 陛下 北凉城战报到了 是不是北凉城被打掉了 不 北凉城城墙被世子加固过 楚国三十万大军 攻打了一天上外攻破 北凉城守下来了 太好了 牛逼class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三十万大军催苦拉小 怎么连一个城墙都破不了 没错 父皇 我觉得一定是北凉王 要绑住自己的兵府 暗自增兵 这可是积军之罪 对吧 对不对 臣一直奉陛下之命 盯着北凉城 北凉城没有任何增兵 这怎么可能 好 浮云再一次让朕刮目相看 父皇 既然皇兄和楚云争斗 已分胜负 那我们赶紧派兵增援北凉城吧 毕竟他们只有一万的老弱妇孺 陛下 世子让我传信 说不需要增兵 你们增兵就是看不起他 他还说 陛下不许担心北凉城安危 狂妄 恶气狂妄 报 凤阳城楚军已退 全军集结北凉城 什么 我川大军全去了北凉城 坏了 这小子 这下是我也守不住啊 传我的命令 命令梁王 全军增援北凉城 报 楚国五十万兵马 进攻北凉城 九攻不下 梁王率领援军 切断楚国粮草后援 楚军已退 楚云竟然守住了北凉城 哈哈哈哈 好 牛逼class 不可能 五十万大军 一人一口唾沫 总能把整个北凉城淹了 楚云 你到底用的什么要素 陛下 世子有书信 让末将当中转达太子殿下 你 是 太子殿下 三十万大军镇守凤阳城 凤阳城 应该固入尽汤吧 楚某不才 堪堪守住北凉城 想邀请太子殿下 一同参加庆功宴 哈哈哈哈 楚云 你 我确认你天天演戏 楚云 你那天用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有那东西交住城墙 楚国五十万大军都拿不下北凉城 你太神奇了吧 是啊 楚云 你也给朕说说 你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 守住到北凉城 陛下 陈研究出了一种叫水泥的东西 这东西可以加固城墙 别说他五十万大军 就是一百万大军 太攻不破城墙 并且水泥生产迅速 成本还你 哈哈哈哈 好啊 有了此物 我们大厦必定坚不可摧 奠定万事机 楚云啊 这一次我要好好地赏赐与你 北凉军为国之立任 楚云为国效力 那是本分 不求赏赐 只是北凉最近财神吃解 请陛下帮忙上太子和二皇子 履行一下赌约 楚云 故意来恶心我是不是 父皇给你赏赐你不要 明知我今日损失了十七万精兵 现在还要来莫苦 太子殿下 这是准备赖账啊 你 这事情赖我 都是因我而起 这样 太子的五十万两白银 算我头上 二弟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老阴币又想搞什么鬼 说来惭愧 本皇子向来拮据 当中羞涩 不如这样 楚兄掌管兵甲司 我索性忍痛 把我名下的封地黑封城 让给楚兄作为赔偿如何 哈哈 还是我择儿做事有气度 如云 这回你赚大发了 黑封城 铁矿最多 绝对远在一百万两白银之上啊 这老阴币会这么好心 算了 以后造兵器 早晚多地用到铁矿 黑封城必须拿下 既然如此 那就 多谢二皇子 我看你这次死不死 我找人打探过了 二皇子果然没安好心 黑封城生产铁矿不甲 但是今年甲壳虫肆虐 黑封城最为严重 庄家全被毁了 百姓没粮食 马上就要造反了 那怎么办 现在黑封城是狮子的领地 如果黑封城百姓造反的话 那狮子可是要被砍头的 不愧是把太子卖了 还能让太子对他感恩戴德的老龄逼啊 这个二皇子 不好对付 我没怎么一步 他都给我挖个坑 不行 我们马上去找父皇 黑封城我们不要了 不急 我们明天先去黑封城 看看如何处理 现在 我们还是先办正事 什么正事 公主啊 你别忘了咱们的祖约啊 无耻 怎么 我不管啊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你就得满足 我照做便是 嘿嘿嘿嘿嘿嘿 这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丝袜 丝袜 这简直是有乳丝纹 你还没穿 怎么知道不好看呀 有个地方的人 每人都穿这个 嗯 真的吗 那是哪里啊 哇 这也太惊艳了吧 公主你看 这个小领带 这小裙子 哎 鞋我还没做好 公主 你说这好看吗 嗯 有点奇怪 但是好看 唉 那公主 你就 穿这个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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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不好了 世子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我靠 又被打断了 什么事 快说 世子 黑风城发生了暴乱 百姓们都造反了 肯定是那老阴逼 在黑风城安插 带节奏的人了 走 去黑风城看看 黑风城的叛乱 暂时压下来了 但是如果不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的话 我觉得下次 还会愈演愈烈呢 顾城主 你有什么想法 铁甲虫把庄家们 破坏光了 村民们没有饭吃 他们自然会造反 为心之计 只有北梁王府 开仓放粮 只要吃饱了饭 大家自然不会造反 北梁王府 现在自己吃饭都紧张 如果再把粮食 分给黑风城的话 士兵定然是吃不饱 到时候 谁去镇守边疆 那只有叫士兵 去除掉铁甲虫了 何为铁甲虫 对 你们管这玩意儿叫铁甲虫 是 这便是那铁甲虫 浑身铠甲 坚硬一成 钳子还会牵人 百姓们被他折磨得恐怖看眼了 原来如此 顾城处 麻烦您发个通告 给黑风城的百姓说 粮食的问题解决了 我不但让他们吃饱 我让他们顿顿地吃到肉 吃得好 来 尝一尝 世子 你不会是想让百姓 吃着铁甲虫吧 这闻着倒是挺香的 但是它有壳 这怎么吃啊 看你们呀 尝尝尝尝尝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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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真有这么好吃 嗯 嘿 你还不信我 嗯那我尝尝嘿嘿嘿 嗯 好吃 嗯 比玉山坊那些大厨做的菜都好吃 嘿嘿嘿 我说啊 城主快尝尝 啊 我也尝尝呗 嗯 肉质鲜美 口感丰富 没想到铁甲虫经过烹饪之后 居然如此好吃啊 太好了 黑风城的百姓们有救了 若是早点遇到世子殿下 我们黑风城的百姓 又怎么被铁甲虫困扰如此之久啊 太感谢世子 嗨 不用客气 来多吃点多吃点 报 黑风城动乱的消息已经传进了皇宫 陛下震怒 让世子即刻进攻 二皇子真是下了一盘好奇啊 可惜了 遇到了我 这楚云还真的是有点本事啊 连这种法子都能想得出来啊 这铁甲虫啊 困扰我们大侠 数年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法子 告诉父皇 那我们就真是大功一剑啊 二弟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方法告诉父皇吧 不然让楚云想了功了 咋搞啊 不着急 既然我们要让楚云输 那就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彻彻底底的 然后 再给你舔鞋底子 好 不幸 这都是儿臣的错 儿臣没有提前将黑风城的管理解决完 就把他给了那个楚云了 还请父王降罪 二弟啊 这事情怎么能怪你呢 你在的时候 整个黑风城不都好好的吗 这到了楚云的手里 立马就发生暴乱 这只能证明楚云无能 楚云 你做何解释啊 父皇 二皇兄让出黑风城的时候 明明就没安好心 那个时候百姓已经饿肚子很久 准备暴乱了 楚云明明就是背了黑锅 请父皇明察 当初是楚云 自己要接手黑风城的 这怪的了谁啊 然而整个黑风城 在楚云的管辖范围内 百姓发生了暴乱 楚云自然难辞喜酒 这楚云作为北梁的世子 管辖一个小小黑风城 发生了暴乱 若是以后 这整个北梁的军权 交到楚云手中 岂不是还要发生暴乱 父皇 还请父皇严惩楚云 楚云 你可知罪 陛下 如果觉得我有罪的话 我自然认罪 但二皇子其罪更重 枉为皇子 应贬为庶民 放肆 楚云 你敢诽谤当今皇子 你可知这是诸九族的死罪 楚云 今天你必须给朕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然的话 休怪朕无情 休怪朕无情 楚云 我看你掌管了兵杂司 你没有筐啊 我多么好啊 雪中送贪送给你的黑风城 没想到你现在倒好 还烦咬我一口 我多么善良一个人啊 你 你们两个 给我干嘛呢 是啊楚云 你做何解释 据我所知 二皇子掌管黑风城三年有 这三年期间 黑风城的百姓 饱受了黑甲虫的折磨 食不果腹 可有此事啊 铁甲虫啊 一直都有啊 千百年来都没有人能解决啊 黑风城的百姓 也是因为铁甲虫受监了苦难 那也是情侣之中啊 现在黑风城在你手里 抱得乱 这都是你的责任 你就应该负这个责任 跟我有毛关系啊 一个鸟都没有 是没有解决办法 还是二皇子无作为 楚云 你说得轻巧 有本事 你倒是给一个解决铁甲虫的办法 你在掌管黑风城期间 非但没有解决铁甲虫的问题 还让整个黑风城陷入暴乱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二弟啊 啊 可以啊 如果我提出的办法 能够有效地解决铁甲虫应当如何 不如打个赌 如果我能有效地解决铁甲虫 太子殿下名下的白颜城送给我 如果我解决不了铁甲虫 那我这个北梁世子不做便是了 好 一言为定 父皇 还请父皇作证 楚云 朕给你这个机会 你若真能研究出解决铁甲虫的办法 必有重赏 难敢胡言 朕立刻废掉你那个北梁世子 等等等等 父皇 儿臣已经有了解决重患的良策了 真的 儿臣已经有了解决重患的良策了 好 说来听听 父皇 儿臣的手下 状元郎 蒋广 他苦息研究了多年 已取得了知虫之法 他现在就洗白白 塌香香 在殿外面候着 要不咱们把他交进来 跟着楚云 比划比划 白头歪头 看谁的法子更多 嗯 准了 这下次又要玩什么花招 小广 进来 草民蒋广 拜见陛下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状元 蒋广平时走到哪里 喝到哪里 在万花楼做了不少的诗 受到不少文人的追捧 现在万花楼 愿意出黄金万两来买他的诗 什么 做诗也能赚钱 嗯 恰好现在北梁王府台正紧张 那我岂不是可以去万花楼捞一笔 免礼 朕听说你在万花楼写了很多的诗 很好啊 陛下 微臣不但会写诗 而且研究出来了解决铁甲虫的办法 哦 快说说 你是怎么解决的 回陛下 这 便是微臣的办法 小龙虾 糟了 这狗东西吓得了 怪不得从头到尾都这么担心 这是在联合下龙部下套的 江广 你这是何意啊 回陛下 铁甲虫经过专任的烹饪之后呢 味道鲜美 肉质爽口 是一道难得的炸药 如果向全国推广开来的话 我们大厦就再也不用受铁甲虫之灾害 真的能吃吗 父皇 我和王兄已经品尝完了 铁甲虫经过烹饪爆炒之后 不但无毒无害 味道极度的鲜美 比起御山坊 那帮厨师制作的菜品 更加的辣甜香 反正你尝完之后便吃 好 快快快 乘上来 让朕也尝一尝 好 真他妈好吃 这铁甲虫困扰了我大厦数据 没想到你蒋广 研究出了解决的办法 大厦再也不怕他困扰了 你真是我们大厦的良才 卧槽这他妈怎么也是 楚云 你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北梁世子的位置 恐怕保不住了 不要脸 这方法明明是楚云想出来的 你们剽窃 剽窃 此法乃我研究数年之所得 何来剽窃一说 此事二皇子可以为我作证 公主说这是楚世子想出来的 可有证据 你 父皇 江广乃当朝壮 真谢于剽窃 需取一个顽固的办法 他所谓的良策 无非是进口开河罢了 不是的 父皇 请您相信我 够了 楚云 二皇子已经展示了他的良策 你的良策 请展示出来吧 娘 这楚儿脱了 下次这个老鹰臂 是真他娘 我 我这个 楚云 要是你们有更好的法子 从今日起 霸出你北梁世子的职位 从今日起 霸出你北梁世子的职位 父皇 万万不可 这真是蒋广抢了楚云的功劳 解决铁甲虫的办法 是楚云才想出来的 蒋广是二皇兄的人 如果他有解决铁甲虫的办法的话 为何之前不提出来 偏偏是在楚云解决了黑风城的危机的时候才提出来 此法我早就想了 只是君子远刨除 我不屑于厨房之事 所以感觉有失我的身份 但没想到楚云这般无能 不仅把黑风城扰的暴乱 而且还反咬二皇子 我实在看不下去才来朝堂提出此方 楚云 现在你无话可说了吧 有了 陛下 如果这个办法不是蒋广想出来的 那他是否处于欺君 那是自然 但是 你有何办法证明 是你做出来的呢 蒋广 这份铁甲虫 是否你亲自制作 自然是我亲手制作 刚才你还说君子远刨除 现在又怎么亲自下厨了呢 我 我是为国为民 屈尊有何宝 陛下 冒犯了 好一个为国为民而屈尊啊 既然你会烹饪 那我请问你 此为何物 此物 此物形状怪 定是回乡 回你个大头鬼啊 回乡 一个连花椒都不认识的人 竟敢在陛下面前说 能做出如的美味 你 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 蒋广 朝廷之上 胆敢欺君 来呀 拉出去砍了 陛下 陛下 从命再也不敢了 陛下饶命 二皇子救救我 等一下 退下 凤皇 楚云也只能证明 这个良策不是他想出来 但也不能证明 这个良策 就是楚云想出来的 儿子还有一计 好 那你就再说来听听 蒋广再怎么样 也是当朝的状元 而且跟着我 混了那么多年了 杀了他 多可惜啊 是呀 父皇 父皇 请给我一个面子 让蒋广跟楚云 两个人献策 解决 南方三民的问题 如果蒋广 他想出的法子好 那 他就是可以 戴罪立功 如果楚云 解决的法子 比蒋广更好 那说明 楚云就是个人才 天才 解决铁炸铜的良策 自然就是 他了 没错 这个法子好 若楚云并非 陷属良策之人 那么也是齐君之罪 那么他需要 遵守之前的承诺 放弃北梁世子之位 你们这完全就是欺负人 楚云就是个顽固 虽然有点小聪明 但哪懂什么治国之策 楚云 不敢逼 那就赶紧认输吧 如果楚云 不能证明自己的话 那么他的世子之位 就别想保得住 逼啊 当然能比 不过咱们得买点彩票 不是 什么买点彩票 来点彩头 你想怎么样 如果我输了 那就当 七军之队 斩力决 如果我赢了呢 那太子就要 再奉上 三十万两白银 如何呀 恰好北梁王府庆的叮当响 看我这次不好 宰你 好像是听懂了 但是 又好像是没听懂 哦 一言为定 嗯 准了 谢皇上 准了 谢皇上 楚云 你太冲动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当寡妇的 呸 不要脸 废 都死到脸头了 还惦记着你 南方 虽然年年汗烙严重 百姓流离失所 但我大侠年年征战 国库空穴 不可不款于灾民 这也是朕最为难的地方 你可能解 能能能 太难了 回陛下 我们大侠商骨众多 朝廷可下令 让这些商骨 捐款给南方灾民 这样一来 也算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而且那些商骨 家大业大 只要不伤金 不动国 他们就不会有太大意见的 好 此办法真好 好一个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怎么样 楚云 你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快想想 关乎着你的小命 不过你现在认输 倒也来得及 马上下跪 给我磕三个想头 我到时可以考虑 做回我们之前的赌约 放过你一条狗命 谁是狗命还不知道呢 就你一个不学无术的顽固 也配于我比治国之法 我劝你啊 还是抓紧认输 别浪费时间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你刚从鬼门关回来 你还大言不惭 你 真是可惜了 你读了这么多年顺邪书 每年都要商骨 捐钱给灾民 这种方法 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还会养成灾民 不劳而获的坏习惯 这种办法不可取 商骨们每年从商赚钱 再加上负税繁重 再一捐款 这一年根本就赚不了几个钱呀 好了 以后还有谁去从商 没有人去从商 何来负税 没有负税 拿什么来充赢国库 带者说 就算商骨们捐了钱 这一路路一层层剥削下来 到灾民手中 又有几个钱 你 你这是胡搅蛮缠 我是不是胡搅蛮缠 陛下自有圣断 你这种方法 就是引针止渴 王国之道 够了 楚云说的对 蒋广之法不可 真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还懂得治国之道 以前本公主倒是看走了眼 只会鸡蛋里挑股 楚云 既然你觉得蒋广的法子不行 你有好法子吗 有好法子的话 说出来听听啊 楚云 说说你的法子 就他这个废物 要是能说出来才怪 你且听好了 陛下 臣觉得对于南方的灾民 不可以直接发放物资来救济 而是让他们来修建勾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是笑死我了 你这个屌毛 南方那帮灾民 他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稳了 你还要让他们修勾勾 你个屌毛 你说的是人话吗 修建勾渠自然是朝廷来出钱 而是让灾民们参与修建 朝廷给他们发放工钱 如此一来 仅能从根本上解决了红浪问题 又不会让灾民们养成不劳而获的喜 这以攻待阵岂不是一举两得 好 好一个以攻待阵 不用比了 此场比试 楚约赢了 赢的是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 消消洒洒 扭扭扭 至于什么狗屁壮人 浪得虚明 不但差点吸筋 而且还让我走上了王国之道 来啊 把这个废物 挪下去 喊了 皇上 皇上饶命啊 二皇子 皇上饶命啊 太子殿下 我这白岩城 和那三十万两白银 嘿嘿嘿嘿 楚约你 我都欺人太甚 陛下 请您给威城作证啊 龙儿 你好歹是太子出身 怎能出尔反尔 你 算你狠 唉 白岩城啊 那可是太子殿下的大金库啊 太子殿下 感谢您 慷慨解囊 你 忍住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父皇 楚云连续立下两次大功 您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楚云啊 你这个臭丫头 还没出嫁 就胳膊肘我外拧了 罢了 既然如此 朕就赐你和楚云联姻 选择良辰即日 给你们把婚定了 谢陛下 现在父皇已经赐婚了三妹和楚云成婚了 父皇那么喜欢她 如果再让她成了驸马 皇兄 你这皇位 以后就是有名无实 变成百舍了 二弟啊 你一定要帮忙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 皇兄 我一定会扶持你上位 但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阻止三妹和楚云成婚 这样的话 你才有机会 二弟 你有心了 我一旦上位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最近入囚了 匈奴那边 你有好几个满要好的朋友 要不这样 怎么样 好 没想到你还懂治国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比如某些事情 咱们晚上 臭流氓 你忘记我们的赌约了 你可是输了 是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连陛下都赐婚了 咱俩做点夫妻之间的事情 那是天经地义 怎么 你想抗旨不成 坏蛋 好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小青啊 要是昨晚你也在就好了 我就不至于这么狼狈了 公主和世子 昨晚可是折腾了一宿 就算是小青在 恐怕也扛不住啊 女儿啊 昨天那三十万两白银呢 为父已经把你收下了 你赶快跟为父打造 更多更好的装备 人家都是坑爹 你堂堂北梁王居然坑儿子 诶 云儿 这说明你是爹的亲儿子吗 我好不容易从外面搞了点钱回来 全被你这当爹的掏得干干净净 一毛钱都不剩 哎呀 哎呀 为父不也是没有办法吗 现在已入秋了 那匈奴肯定是会来边境闹市的 难免会有产生摩擦 哼 为父一定要壮大军备 但是肯定是要花大价钱的嘛 哎 你身为北梁世子 为为父排有解难 那当然是理所应当了 哼哼哼哼 匈奴这么猖獗的吗 哦 你可不知道 每年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匈奴兵强马壮 肯定会来边境闹市的 摩擦是在所难免了 咱们北梁军在战争中 能取得多大的战果 会决定到后面的谈判 哎 我听说 匈奴凯蒙皇子正在来京的路上 可不是吗 这回来了 还不知道他要提出 多么苛刻的要求 我堂堂大夏 还怕他个匈奴不成 哼 好 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哼 没办法 大夏中文轻武 群臣主张和谈 指手不公 才会让匈奴 御发嚣张 还真是窝囊 你没事吧 看到你们如此恩爱呢 为父真是高兴啊 你们的大魂将至 明天呢 我就去找陛下 喊谈嫁妆的事 不然 一旦凯蒙来了 搜刮完之后 那国库空虚 恐怕这个公主的嫁妆呢 就所剩无几啊 干什么 为父说的不对吗 那肯定是所剩无几啊 公主啊 实在是抱歉 我北梁的财政呢 确实是紧张 就连每个月的军饷呢 恐怕都很知己 所以呢 没有过多的钱 给你聘礼 还请公主原谅啊 梁王哪里的话 当年若不是梁王 秦霞恐怕早就死在帝国了 还哪里来的津田 大厦的半壁江山 都是北梁打下来的 这便是最好的聘礼 啊 又去 公主 你也太会说话了 高低给你点个赞 啊 哈哈哈哈 你看人家公主 多么善解人意啊 你看人家公主 多么知书达理啊 不愧是我大下国的公主 臭小子 你以后 敢对公主不好 或者照顾不周 看为父不巴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劲 哈哈 公主啊 我先回去再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再多给你点聘礼 哈哈 走走走走 哎 你在这干什么呀 啊 做我楚云的女人 怎么会没有聘礼 给我点时间 我将以天下为聘 余生赠 傻瓜 我只愿红纸莫书苗金霜喜凤 清淡平常 与君共白头 不好了 世子 傻逼王子凯茫要与公主和亲 啥 Fuck 我草原王子 看上你们大下公主 是你们的荣幸 你给脸不要脸 凯茫 我下国每年给你们那么多钱财物资 你们还不满足吗 哼 现在 又想要娶我下国的公主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大下一群废 我分了怎么样 你 你 要终于和亲 我把大下公主带回去 未将一万两黄金 死仇一万铁当价格 要么我大凶奴 大下开战 父皇 要不咱们还是同意和亲吧 我下国年年征战 国库空虚 经不起战争了 父皇 你乃一国之君 应当为黎民百姓着想 这一旦打起章来 一定有很多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啊 大皇 和亲还是宣战 你赶快盯吧 我不同意 父皇 我和楚云早已有婚约 这门签事 我不同意 公主 同不同意 可由不得你啊 跟楚云又婚约了 好啊 本王在旧院一争 有意思 夏皇 到底是和亲还是开战 我实际可宝贵啊 夏儿 是父皇对不住你 这乃一国之君 要为天下的子民着想啊 可是 你也是我的父亲啊 传我的口语 夏国公主夏青霞 公主 今天晚上 你可是我的人了 我大夏 永无和亲 有何 楚云 你这是看自己的女人 快没了 要被送去和亲 自己坐不住了 夏青霞是我楚云的妻子 只要有我楚云在 谁都不准动他 你这是故意破坏我夏国和柔然国的和平 要真惹怒了柔然国 你北梁打不住 这个责任你负得及吧 哼 小子 这个亲我和定了 谁也阻拦不了本王子的决心 不过 给你个机会 让你晚上亲眼看看 我怎么蹂躏大夏公主 楚云 你现在有点本事怎么样 了不起啊 还不是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的废我而已 哈哈哈 楚云 我看还是算了吧 哈哈哈 楚云 生气吗 愤怒吗 我就愿意看到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哈哈哈 北梁为大夏刀锋 我北梁上有一兵一族 大夏叫不和亲 不和谈 难道你想开战吗 我以北梁世子民意启示 柔然若有一兵一族踏入大夏国门分好 我便亲近北梁之力 让柔然满城竞选北梁兵 你 夏皇 你们这 陛下 您是一国之君 但更是青霞的父亲 十八年前你已经抛弃过他一次了 这十八年后 还要再抛弃一次吗 好 云尔言之有礼 将尔 从此以后拉起云尔的手 太蒙 告诉我 我既是一国之君 更是人之父 你们柔然如落想战 我大夏愿清国一战 疯子 你们都是疯子 简直是一群疯子 父王 儿臣有一计 能化解这次危机 避免战争 还能不破坏两国的和平 讲来听听 要么 楚云和凯蒙王子比试一番 这两位要是谁赢了 那公主 就归谁 但是前提之下就是 不能破坏两国之间的和平 不得开战 好 这个主意好 我同意 但是我来你们大夏 我是个人 比试着骂活出了算 不行 这样的话 楚云太吃亏了 咱们大夏是礼仪之邦 让着他一点又何妨 哼 楚云 你知我想比是什么吗 竟敢如此大放厥子 不管你比什么 我们大夏都让着你 就看你柔然敢不敢赌 如果敢赌 拜方要给盛方十万两黄金 我也没办法 谁让我有个坑儿子的爹呢 只能狮子大开口 十万两黄金可不是小肉 既然你想白送 那我们就连公主和钱财一起救纳 由夏皇作证 你可不要反悔啊 好 此事 认准了 今天比举重 早就听说 大侠男人 弱不禁风 连我柔然女子都不如 我今天倒是想见识一下 此时诗 重达一千斤 我现在就把它取起来 我也不欺负你们 你们能取起八百斤 就算你们赢了 早就听说凯蒙王子 乃柔然第一大历史 这一千斤的狮子 被他一个人就这么举起来了 换作往日 我们至少要五个人才举得起啊 不过是个神狮子而已 不足挂之 不过 对你们大厦 对你们大厦 我是一个渴望不可接的存在 公主 好不出我的收伤心 父皇 我平时看在 楚云鬼点子多的份上 想让他为我们大厦 多争取一点利益 没想到这个楚云 如此意气用事 这某些人呢 输了媳妇还不够 恐怕还得输十万两黄金 这以后啊 在大厦 恐怕是抬不起头了 诶 举一个狮子 有什么意思 要是我举 就举两个 而且 只用单手 吹牛 祖云啊 你这是狗急跳墙吧 你连这五百斤都举不起来 还想举这一千斤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要是输了 你的女人可就要和别人成亲了 据我所知啊 柔然那边的规矩 可是三个王子够想一个女人 闭上你的臭嘴 那个云儿 你就别吹牛了啊 当年 为父 举五百斤的狮狮子 那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咱不成能啊 别闪着腰啊 天 你放心 我腰好得很 楚云 你别冲动了 要不然我 你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他是我的 太子殿下 要不要再打个赌啊 如果我单手举起两个石狮子 你再给我十万两黄金 反之 我北梁王府 给你十万两黄金 如何呀 这蠢货 这不是蠢蠢的送钱吗 二弟啊 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 十万两黄金 这可是比大数目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一起玩一别 单手提起一千斤 根本就不是人能办得到的 多谢皇兄 父皇 二弟也愿意参与 请父皇见证 准了 哎呀 这下可惨了 我北梁王府 哪有那么多钱赔呀 竟然还给人家 柔然的大力士闹体脾起来了 这不是一乱七十吗 开门王子 这楚云就是个废物 甭管他 照我说啊 你现在就可以准备 晚上和我三妹入筒房的事情 看好了 这不可能 我而赢了 有为父当年的风范 不可能啊 你是怎么想到的 只是一千斤而已 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 我能撬动全世界 这不可能 你肯定又耍了什么小聪明 对 这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举起来的 不算数 知识就是力量 我们只约定了单人举起实施 并没有约定 有什么方法 也没有说不能借用外力 怎么 柔然 玩不起 算你应又如何 刚比一场 我就不信 后面两场 你能投机取交 太子殿下 你和二皇子的那十万两黄金 我只是随口一说吧 陛下 这事您怎么看 太子 军无戏言 立刻履行你的承诺 陛下 不愧是明君啊 英明啊 是 不皇 等会我和二弟 会把黄金送到北梁王府 多谢太子殿下和二皇子 毕竟十万两黄金 也不是小数 你 褚云 你别太过分了 褚云 对吧 很好 我三日内 就派人把我的大雪神宫 引到京城来 咱们下一场 李车见 我看你还能消灶到什么时候 苏云 你要是男人的话 就接下这场笔事 咱们再赌上一把 如何 呃 你还要给我送钱啊 那咱们就再赌一次 我赌你明天会输 你要是赢了 我给你二十万两黄金 你要是输了 你给我二十万两黄金 如何 这妥妥的送财同子啊 赌 为什么不赌 呃 敢问二皇子 二弟啊 这简直就是点钱啊 这废我从来没有碰过武器 自然不会射箭 这场必然会输 呃 算了 我不善赌博 好兄 您请自便 喘祸 还没在楚云面前吃亏吃狗吗 谁都不知道 这家伙会想出什么鬼点子 楚云 你今日赢了凯蒙 纯属侥幸 我们私奔吧 公主和世子只管放心走便是 小千会善后 云儿 公主啊 马车呢 爹已经备好了 赶紧趁着夜色出城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赶紧趁着夜色出城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爹 我楚云堂堂七尺男儿 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守护不了 那岂不是辱没了北梁的威靡 哎呦 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就别玩个性了啊 你从小手无伏机之力 你练过弓箭吗 人家凯蒙可是柔然第一神剑手 三天之后你跟人家比剑 你那不是招死吗 放心 三日之后我自有对策 我的傻儿子呀 你有什么对策呀 爹 你让金蟹司连夜按照图纸制作 务必在三日内制作完成 你这画的什么东东啊 这叫狙击枪 也是我三日后制胜的关键所在 记住 务必要找信得过的人 还有 图纸 千万不要外信 你一把老骨头了 就陪你们疯狂一次 爹 白米冲刺 加油 我没看错吧 区区废物 竟敢跟我比之 小黄 不如这场比试 你们就直接认输吧 我乃柔然国 第一神剑手 现在又有大雪神功的加指 百步之内 剑无虚发 和这样的废物比试 简直是我的直辱 下国的公主殿下 你长得可是真漂亮的 我知道能不能惊得起 我柔然男人的蹂躏 你 休得狂言 区区手下败将 别敢称谎 别白事做梦 浪费我时间 要比就快点 不比的话 早点认输滚蛋 竟敢侮辱班王 信不信我杀了你 凯蒙王子 休要口出狂言 我们云尔是北梁世子 这里是大侠 你 好了 说好的 此番比试 是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 别闹矛盾 赶快比试吧 好 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伟梁世子和本王子的差距 不愧是柔然第一神射手啊 这也太准了吧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别一会儿丢人现眼啊 就这 不是我羞辱你 这种三岁小孩都会玩的把戏 你还好意思拿出来炫耀 你们柔然 是没人了吧 不怕是你了呀 大侠 都像你这般耍嘴皮子吗 就他 恐怕连拉宫都费劲嘛 主言 看来今天 我这二十万两黄金要到手了 只怕太子殿下 今天又要拿出二十万两黄金咯 进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皇兄啊 这是什么 我看啊 这不就是一个黑乎乎的烧铁棍吗 这是什么 你们大侠都废物到这个地步了吗 连空间都没有 拿个棍子来 这也太可笑了吧 陛下 我大侠乃礼仪之帮 自当牵上 陈请求 直接将靶子放到屋顶上 这个想法牛逼 准了 你是不是玩的有点大了 你这是在羞辱我 不错 我就是在羞辱你 曲曲柔然 娄尾巴 羞辱你又如何呀 好 好啊 装 你继续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这么远的距离 连我大雪深宫都不能命中 你一会儿可别耍赖啊 二弟啊 你看啊 这楚云已经破坏的破摔了 你昨天没跟着我赌 现在后悔了吧 这纯纯的是捡钱啊 皇兄啊 别高兴太早 谁不知道这个楚云鬼点子多啊 那黑乎乎的烧火棍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啊 不简单哦 就那玩意儿 二弟啊 你太想得起了个废话 牛逼 我儿射中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比我大雪深宫还厉害 好 虞云 你这是何物 为何如此牛逼 回陛下 此物明曰狙击枪 一里之内取笛手机 如探囊取物 就连三岁孩童都可以操控 只需要瞄准之后 再轻轻地用手指抠动扳机即可 三岁孩童和六熏老玉都可办到 也就是说为父拿着他也能打中 当然了爹 你也能做到 太好了 可以打鸟了 可怕 世间居然有如此神物 好 之前我们有百步之内 取人性命的火虫 现在我们有千步之内 取人性命的狙击枪 我大侠还何患之有 快不得敢与我一战 居然有如此神物 太子殿下 那二十万两黄金 不会再耍赖了吧 乌云啊 这个你放心 有朕给你做的 三日之内 必让他把黄金 送到你北梁王府 乌云 算你狠 这瞧 多谢太子殿下慷慨解囊 到就在家 等着太子殿下送黄金来 你 皇兄 你没事吧 凯蒙王子 三局两胜 现在已经输了两局了 请回吧 听什么 谁说过三局两胜 我只说了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两国都发生战争 再不柔然 就三局全胜 否则就算全输 皇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还好吗 他太阴了 这小老二 看来不得胜不得 但舍不得给那三十万两黄金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让你多留点血 皇子 想开第三局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咱们得加码 要玩就玩得大一点 好 你想如何 筹码再加二十万两黄金 好 这是你说的 老规许上证 抵什么 你随便提 此酒 名为龙虎酒 三碗 闭嘴 你们大厦 不是自诩地广物博吗 几次就比酒的烈性 有本事 你酿出比龙虎酒 更烈的酒 世间真的 有如此烈的酒 这是什么酒 好浓烈的香气 老夫一生品酒无数 但是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 原来凯蒙这小子 想用第三局 挽回前两局的损失 这小子可够损的 楚云 够了 你已经赢了两场 第三场再比下去 没有什么意义 楚大师子 你若认输 我可以把此龙虎酒赠予你 楚云 行了啊 我俩都拖了这么多了 见好就收 别给脸不要脸 凯蒙王子 你来我大厦挑衅 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想全身而退 不可能 伟良社子 我是跟你台阶讲 你别欺人太甚 如我妻子 如我大厦 我如今欺你 又拿我如何 你 陛下 给我三日时间 三日后 我将酿出比柔然龙虎酒 还要烈的酒 我要让柔然输得心服口服 好 朕准了 朕就给你三日时间 如若能酿出好酒 必有重赏 楚云这混账 前前后后坑了我三十万两黄金 简直就是混账 朕云 我和你不共代替 二弟啊 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 好好治治这楚云 办法 黄兄 我有办法 酿酒需要粮食 楚云要酿酒 没有粮食 你不卖给他 他就没办法酿酒 二弟啊 还是你牛逼啊 楚云 这次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快走吧快走吧 别啰嗦啰嗦什么 快快快快快 有多元管多元 快快快快 老板 我们愿意出高价 花三倍的价格买粮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啊 除非现在世子 给我跪下来求我啊 我才能给你们一点点粮食 赶紧走赶紧走 怎么办啊 这已经是四大粮铺的最后一家了 再买不到粮 我们如何酿酒啊 谁说的必须要用高粮 才能酿出酒来 走 咱们去买小麦 一样给酿出好酒来 好香啊 这比柔然的龙虎酒更香醇 楚云 没想到你会的挺多呀 那可是 这世上就没有我们世子不会的事 好了 快尝尝酒的味道 嗯 好酒 这个酒不但香气浓郁 口感还醇厚 柔然的龙虎酒根本就比不了 有这个酒在 世子明天赢定了 为了提前庆祝明天胜利 干了 恭喜世子 恭喜世子 你们少喝点 这个酒 哎呀 有点烈呀 哎呀 小心 哎呦 小心 好机会呀 走吧 三天时间也过 怎么样了 酿造出比龙虎酒 更好的酒了吗 开芒王子 你也太瞧得起楚云了 我可是听说呀 某些人可是买了一堆小麦 回去酿酒 小麦酿酒 连酿酒的原材料都不晓得啊 还想战胜我柔然的龙虎酒 简直是吃人说梦 不慌 我记得当初有人在你面前说过 三日之后 定能酿出胜过龙虎酒的佳酿 这要是酿不出来的话 算不算奇菌呢 嗯 卓妍 你怎么说 酒 我已经酿出来 还请大家品鉴 楚云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开芒王子 你可是来比酒的吧 好酒啊 真香啊 这是我喝过世上最好的酒 开芒王子 你在说什么呀 你要是认输的话 这二十万两黄金可就没有了 闭嘴 二十万两黄金算什么 此酒 千金难买 尊敬的北梁世子 这句我认输 输的是心服口服 黄黄的 有这么好喝吗 好酒 海蒙王子 海蒙王子谦逊 你们柔然的龙虎酒 也很好 世子谬赞 海蒙有个不清之情 想向世子讨要一下 此等家庭的配方 这 如果世子 愿意赠予此家庭配方 我柔然 愿意归顺大厦 成为大厦的附属国 好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既然如此 楚云 三日之内 你就和小侠举办婚礼吧 海蒙王子也就别走了 正好 喝一杯喜酒 如何到时候让楚云 多拿出点好酒来 让海蒙王子一醉方休 好 好 二弟 现在怎么办 三日之后 三妹就和楚云成亲了 他一旦成了驸马 朝廷上下 谁也争风 这个楚云太狡猾了 咱们时间紧急 继续再针对楚云 是没有效果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只能杀了三妹了 你是要杀了三妹 无都不丈夫啊 皇帝之争 本来就是充满鲜血 而且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皇兄你好 好吧 全听你的 但是我们这么做 一定要做到完美 一石二鸟 只要我帮你们除掉夏青霞 你们就把水泥配方 不错 夏青霞好歹也是大夏公主 一旦事情败了 且不说夏皇会不会追究 楚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交易风险有点大 不过公主想必也 见识过水泥坚固吧 经过水泥加固的城墙 五十万大军的冲击 都没事 所以高风险 高回报 下去 哦 参见楚国公主 你们不就是想阻止 楚云当驸马 此女乃是我楚国第一美人 我可以让她调和 楚云和夏青霞之间的关系 实在不行 我要赵玄机杀了夏青霞 并不 好 可行 如果这都不行的话 三妹 你就必须得死 爹 三日之后 便是我和公主的大婚 到时候您安排一下 让小青顺便过门算了 胡说八道 这小青是你的侍女 怎么能当你的妻子呢 可是我都和她 已经发生过关系了 总不能对人家不负责任吧 什么 你个小兔崽的 爹 爹 我打死你个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别别别 小青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还跟她发生关系 这万一她是前朝公主的身份 要被人挖出来 咱们家就早大没了 你知道吗 谁让你把她安排在我身边的呀 那还不是因为你之前是个废物 放到你身边不容易发现 但是你 我以前那么废物 哎呀 哎呀 好了爹 小青以前是什么身份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 她是我的女人 哎呀呀呀 还是你的女人 哎呀 行了 我军中还有军物要处理 年轻人的事 你们自己处理吧 爹 爹 真是老了 玄机姑娘 你分析好了 我们家世子人很好的 她肯定会收留你的 世子 我今天去买菜的时候 看见玄机姑娘一个人在户外 被一群流浪汗欺负 我看她可怜 就把她带回来了 小妮子 你可以啊 出趟门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大美女 小妮子 你可以啊 出趟门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大美女 这是让你给办的 高低给你点个赞 玄机妹妹 快见过世子 明女 见过世子 姑娘是哪里人啊 满十八了吗 婚配没有 为何流落至子啊 明女 是南方人 因为家乡红了 家里没有钱 就把明女给卖了 怎料 土中还遇到了山匪 明女 眼前活了下来 一路行起至此 我去 山贼可还行 他们多少人 他们搞你了吗 明女求世子收留明女 只要有一口饭吃 明女愿为怒为毙 愿为世子做任何事 姑娘 起来 姑娘一个人确实太难了 那就留在府上吧 小青 带她去换件干净的衣服 好 谢谢世子 慢着 洗个澡 世子 一遍可还行 两遍 世子殿下 嗯 小青说 这些衣服都是世子设计的 奴家 奴家 就是想穿给世子殿下看看 看看 世子殿下喜不喜欢 三妹这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嫁给楚云吗 大皇兄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三妹说的什么话 你都嫁人了 作为兄长 前来道合一下不是应该的吗 你若真想祝贺我 那就少给楚云找点麻烦就是了 围兄真是为你感到惋惜啊 往三妹你一片痴心 可是楚云他 大皇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三妹自己到北梁王府去看一看 围兄真是为你感到不值啊 世子 对不起对不起世子 奴家不是有意的 没事 以后这种断茶送水的小事 交给小青就好了 你慢慢跟着学 世子 是嫌弃奴家了吗 奴家这就帮你擦干净 世子 我帮你擦干净世子 对不起啊 世子 哎呀啊 哎呀 我去 这个姿势他妈的不行吧 靠 楚云 你这个混蛋 楚云 你这个混蛋 青霞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听 你自己慢慢享受吧 哎呀 世子 刚刚逆人是谁啊 好凶啊 都吓到奴家了 哎呀 世子 奴家的心子都被吓得怦怦止跳了 小青这是给我带回来一个害人的狐狸精啊 世子不好了 公主把你和玄机妹妹的事告到陛下那里去了 现在陛下大怒 要你即刻进攻 哎呀 这下麻烦了 哎 小青你好好教教她 父皇 之前是臣女与人不书 没想到楚云居然是这样的人 都还没有和臣女结婚 就和其他女人勾搭上了 这个婚 我不结了 啊 这次算是完脱了 这可咋给我老张人解释啊 我说我是无辜的 你们信吗 哎呀 这三妹啊 这三妹啊 虽然你之前遇人不书 但幸好还没有和那个渣男楚云成婚 不然的话就真的酿成大错了 父皇啊 这三妹好歹也是当朝公主 能下嫁给楚云那是她的荣幸啊 结果呀 现在这楚云勾搭不三不四的女人还带进府内 简直是犹如皇家颜面 对 是的 和臣父皇啊 和臣父云 三妹和那个渣男楚云的婚事 要不这样酸了吧 实在不行 就再缓缓 毕竟 这关系三妹一生的幸福啊 父皇 两个狗东西 我的消息还真是及时啊 赵玄介也是你们两个狗东西 故意给我下套的吧 哼 清侠 嗯 是你 渣男 你还有脸回来 清侠 你听我解释 咋那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不听 我就要取舍护约 胡闹 叹克气头 陛下 臣真的是冤枉的呀 甭解释 楚云跟朕一样 也是个男人 作为一个男人 有个三妻四妾的 有什么不可的 人人都像你公主这样胡闹 拿朕的后宫 不是乱套了 哼 还得是我老丈人是个明白人 楚云啊 霞儿从小被我给惯坏了 你们成婚之后 要多多管教她 替我好好的管教她 这个 我尽量 陛下放心 父皇你 霞儿啊 你以后再也不能任性了 都快成婚的人了 要学着做一个贤妻良母 Do you know 我 我不跟你们说了 青霞儿 还有你们两个 能不能做的正事 堂堂皇子 整天盯着人家床尾之事 成何体统 是 父皇 世子 您回来了 世子 今晚 就有玄机来侍寝吧 你是夏龙和夏泽派到我身边 破坏我和青霞感情的吧 世子 你在说什么呢 奴家怎么听不懂 今日在朝堂之上 二皇子 已经向陛下 把你的事情和盘拖出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世子 你原谅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说 我本是楚国花楼花魁 因相貌出众 被楚国公主买去作为侍女 后来夏龙夏泽 他们找到了楚国公主 和楚国公主达成了交易 苏清竹帮你们的交易 一定不简单吧 他让我拆散你和三公主 实在不行就杀了他 而夏龙兄弟 则把水泥配方交给楚国公主 还有要说的吗 胆敢隐瞒 小命不毛 没有了 我知道的 都已经说出来了 求世子殿下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被逼的 如果你把我赶出府的话 二皇子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哦 原来如此啊 你这么美的美人 我怎么舍得赶你出府呢 今晚 你来试请吧 你们夏皇简直是愚蠢没底线 在这件事情上 居然相信楚云这个废物 楚国公主默其默其 我比你还着急呢 可是这件事 我损失惨重啊 本来这件事情都已经快完成了 都怪夏皇 据我探子来报 我派出去的侍女 一点消息都没有 早知道不和你俩合作了 楚国公主 你好几个傻 你不就想要水泥配方吗 等你就是了 二弟啊 你糊涂啊 万一他们跑到父皇那边 坚决我们两个 这可是私通敌国的重罪啊 这水泥配方谁给谁 不是楚国公主说了算吗 到时候楚国公主一口咬定说 这水泥配方是楚云给的 不就好了吗 明白了 还是得二弟你啊 这下 我看你楚云怎么办 楚云 真没想到吧 你带其他女人回府也就算了 现在和楚国公主还纠缠不清 太子 何出此言 回父皇 楚云对楚国公主念念不忘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把水泥的配方 交给了楚国公主 楚云 我们大厦哪里对不起你了 水泥可是我们国家重要物资啊 你现在把水泥配方送给了楚国 不错 我下过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非要舔着脸去讨好那楚国公主 你就一个准贱 父皇估计是昨天三妹和楚云 两个吵架 然后呢 楚云就想起了这个老相好 这个渣男 他就把这个配方 讨好那个楚国的小贱货 他这是要搞事情啊 父皇 云 今天必须给这一个交代 这两个家伙 又玩贼喊捉贼这一段事了 给我等着 不错 水泥的配方 是我给心清楚 哼 父皇 你听到了吧 你千儿听到了吧 这楚云自己心口承认了 他这属于死同邪国 敌罪当蝉 斩了他 渣男 楚云 真是对你失望透顶 都是我瞎了眼才选择了你 好大的胆子 来人 把楚云拖出去 押入大牢 父皇 水泥之法本就是楚云研究出来的 而且我们大厦不会攻打其他国家 即使水泥配方泄露 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还请父皇饶他一命 我大厦赏罚分明 楚云研制出了水泥 父皇已经赏过了 如今他泄露给了敌国 自然到法呀 哎呀三妹啊 你这是何苦呢 这个渣男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你还护着人家 这让我们皇家颜面何在呢 陛下 臣认为将水泥的秘方告诉苏清竹一事 无罪反而有功 并且应该将水泥的秘方告知天下 你这可脑残 这简直就是胡闹 如此秘方 怎可告知于众呢 父皇 这楚云司同敌国不知悔改 如今更是在朝堂上 胡言乱语啊 嗯 严儿臣所见 其罪当斩啊 斩 斩了他 太子殿下 你竟如此心胸狭隘 目光短浅 枉为太子 放肆 你敢质疑本宫 本宫的太子是父皇所立 你这样也是在质疑父皇吗 你的意思是说 父皇是昏君了 主人 惊鸿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不孝之子 来人啊 把楚云拉下去 斩咯 陛下要罚我 何不听我把话说完 哼 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朕就在最后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陛下 陈小温 之前我们加固城墙 消耗了多少人利物呢 至少要两年的赋税 一年时间吧 消耗得有点大 既然如此 我们何不把水泥之法公之于众 让诸国也跟着消耗 反正制造水泥的酸盐矿 在我们大厦手 他们想要加固城墙 就必须要从我们大厦手里来购买酸盐矿 这样一来 岂不是给我们大厦带来了不菲收益 修建加固城墙 会让他们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 甚至后退 而我们大厦却因为售买酸盐矿而获利 到那时 我们大厦早已兵强马壮 国父 民强 不仅如此 将水泥之法公开 可护一方百姓平安 岂不是彰显我大厦仁义之风 这 你 你这样满口胡扯 乱说 主云不足 必成大患 好 此话甚妙 太牛逼了 主云 朕怎么就没想到 你却有如此的 红彩伟劣 朕都自愧不如啊 你却有如此的 红彩伟劣 朕都自愧不如啊 陛下 有眼光 我给你报登 朕一直就这么有眼光 夏儿啊 朕对楚云这个驸马 非常 而且非常的满意 你赶紧跟楚云和好 朕已经把全国的酸盐矿 都交给楚云 当成你的嫁妆了 你赶紧和楚云 给朕生一个黄孙 我才不给他生孩子呢 不 最好是省一我 一个都不省 哎 早上前那个江富马 急忙蝉戏 听楚云与我弟儿啊 戏说来呀里 嫩夫妻不和睦 王不怪你 你好不该呀 好不该江富王的江山梯 当一个噹噹噹噹噹噹噹 你有病吗你 你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那两个哥哥使坏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才不听 哎呀 哎呀 可怀呀 为了保护你 为了你父皇的江山设计 我连自己的斩戒我都奉献出去了 可是 你还这么质疑我 我的心 心寒啊 你 公主殿下 世子所言属实 这都是太子和二皇子 愿和楚国公主设计陷害的 世子不但要和他们斗智斗勇 还要保护公主殿下 可真难为世子了 爷 谁稀罕他保护了 多管闲事 此时因玄机而起 玄机 愿从此离开 玄机妹妹 不可 你本就无依无靠 一个人在外如何生活 而且你背叛了楚国公主 要是被她抓到的话 你 行了行了 本公主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 本公主要做大的 全凭公主殿下吩咐 合好了 既然你们都合好了 那不如我们四个人进屋 去搓个麻将 麻将 气死我了 我们三个人被楚云狠狠摆了一等 你们倒是说话呀 现在全天下 都知道了水泥的配方 所有人都找你们下国去买酸盐矿 你们下国真的是盆满锅满 我们楚国虽然知道楚云的算计 但是还是无可奈何 如果我们不用水泥 就得被其他国家打 用了水泥 就得被你们下国给瓜哥 诶 楚国公主严重了 你们楚国兵强马壮的 谁敢打你们 现在各国陈上都是水泥加固 不好打 他不打我们楚国打谁呀 看来我们大家都小看了楚云了 没想到他这么聪明 我现在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从一开始研究水泥的时候 就打算用水泥来收割周边所有国家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楚国公主 你不是和楚云有婚约吗 现在楚云掌管了全国的酸盐矿 只要你把他追回来 搞到手 要他一两座酸盐矿的矿山 不成问题 什么 我可是堂堂楚国公主 我跟他的婚约早已撕毁 你现在让我求着他跟他成婚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婚约 本来就是一张废纸 真正能决定婚约的 是利益 只要你把利益给足了 我们大下国 一定会同意你和楚云的婚事 更何况 这个楚云现在在我们大下国 可是活宝贝呀 你把他带回家 带到你们那个楚国去 哦 他说不定还能给你制造出更好 更先进的玩意给你玩呢 回去 既然你都觉得 楚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何不留在下国 他太装逼了 太不爽他了 连他都很不爽的 更何况我们大下国 赶紧把他带回去吧 二弟这个办法好 这楚云和楚国公主成了婚 就成为你楚国的驸马 我大下的兵权 自然不会落到他国驸马的手里 并且啊 楚云成了楚国的驸马 自然就不可能成为我下国的驸马 这么一来 本皇子的皇位就坐稳了 就你这宠库 不过夏拙的棋子吧 还想当皇帝 错目 双赢 楚国公主 意下如何 我还要黄金五十万里 否则 免谈 成交 明天你就去朝堂提亲 我和太子给你加油助力 OK 夏皇 只要你同意 我愿意准备黄金万两 白银十万两 臣吃两坐 并与夏国签订百年谋约 楚国公主 你这是何意啊 还请夏皇割爱 取消夏国公主和楚云的婚约 成全我和楚云 这 父皇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一纸婚约一个楚云 能换来楚国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盟国 这对我大夏来说 稳赚不赔啊 而且 楚国诚意满满 能和楚国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签订盟约 强强联手 我夏国百年时间 势必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纵观千古 能做到百年安稳的皇帝 又有几位呢 父皇势必 清世流明 流芳百世啊 既然如此 我不同意 我和楚云早已有婚约 而且 我们已有夫妻之食 三妹 这关系到我们大夏国 百年大击啊 不要再谈儿女情长了 她这是个渣男 不要便士了 下回给你找个更好的 鸽儿说的有道理 陛下 她说的不对 如此这般 陛下不会流芳百世 还会背上一个千古骂名 主云 放肆一次又一次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父皇老糊涂了吗 陛下不糊涂 是太子 太愚蠢 主云 何出此言 陛下 苏清主为什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来回头跟我和亲 还不是看出了我的价值 连一个女人都看得明白的事情 太子殿下看不出来吗 哼 你个废物 能有什么价值 我是北梁的士子 如果我去和楚国和亲 那简直是北梁的尺数 到时候 北梁军心动摇 大夏何以成军 你未免也太强得起自己了 到时候 我们用水泥加固的城墙 还有 楚国 这个墙有力的盟口 谁还需要你们北梁啊 住口 主云 你继续说 狗屁的百年盟约 天下诸国谁不知道 盟约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随时可以撕毁 只有自身实力强大 才可以支配盟约 弱者 只会被人随意践踏 任人宰割 你 你什么你 水泥可是我搞出来的 我自然有破解之法 哼 若是让我去楚国和亲 不出一月 我便率领楚国铁骑 催枯拉朽 只取大夏皇城 可信否 夏皇 我愿再加陈池五座 黄金五十万两 还请夏皇陈全 什么 弱者是 五十万两黄金 蠢货 之前 我听了太子的糊涂之言 现在我终于明白 说什么 我都不会让出我亲爱的楚云 哪怕和你们楚国青藤一战 行 清国一战 你们给我等着 希望夏国还能像现在一样 如此嚣张 朕以为 楚金红之后再无雄将 没想到 虎独无犬子 不 是虎狐无犬子 真是没让朕失望啊 陛下谬在 接下来 也不知道苏庆主会是什么隐照 楚云 赶紧接受北梁吧 我和你爹毕竟都老了 大夏的未来终归是你们的 不 不 闭嘴 闭嘴 你们俩的心思真还不知道吗 但凡你们把心思用到正脑子 朕也不至于每天这么操劳 陛下敢为我亲国一战 那陈便敢为大夏粉身碎骨 只要陈一息尚存 我愿马阁果师 获大夏山河无恙 国泰民安 只不过 楚云我心无大志 待大夏一统天下之后 陈和公主能远离朝堂 待公主一览天下大好河山变恳 这一东西 怕是被楚云迷了心智吧 为了楚云 竟然要和楚国亲国一战 照我看 咱们要不暗中找人 把他干人屁了 一了百了 不不不 北梁王府高手那么多 而且楚云现在手里有火冲了 咱们派高手去干他 去一个死一个 那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嚣张吗 都看了今天那个东西 多谢了他 都让他接受北梁的兵衫了 楚云现在已成记号 说他再掌握冰权 你们两个就算坐上皇位 也不踏实 楚云再怎么嘚瑟 也是我们大夏国的臣子 还有狼子野心 哼 现在最应该坐不住的是你们楚国吧 你什么意思 要不是楚云把路拨好 我父王敢同意楚云 和你们楚国亲国一战吗 你想想 一旦开启战来 两国消耗巨大 我国呢 都靠着水泥收割天下 作为经济 你们楚国有个啥 有个毛啊有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办法可多着呢 想想看 成也水泥 败也水泥 诸国都在排队队抢水泥 你们楚国怎么不想想 跟那个诸侯国联合啊 来干我们啊 对不对 这个办法好 我就看楚云 你死不死 世子 凯蒙王子深夜到访所谓何事 我是来辞行的 刚刚柔然急报 周遥诸国正在集结大军 空有一场大战 我得赶快回去 王子 一路保重 哎呀 你也要保重 周遭诸国集结兵力 谁中这大夏 我这酒还没喝够呢 我等你回来 后悔有期 约二 约二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大夏四敬 烽火燃尽 啊 那个楚国 联合周边的小国 囤兵三百万 要举世发夏呀 楚国 真要和大夏开战的话 结局肯定是以楚国惨败而告终 所以 苏清竹肯定会煽动 周遭诸国一起围攻大夏 举世发夏 预料之中 哎呀 我的儿啊 你预料之中 又有什么用呢 啊 祖清竹那个臭娘们 明显就是冲着你来的 现在正在往朝堂的路上 啊 他逼着大夏 要把你叫出去 为父已经安排好了小青 带你离开京城 赶快走吧 永远不要回来 快快快 爹 苟立国家生死 岂因祸福必屈之 我是北梁世子 我若逃了 那北梁男人严命何存 你 爹 走 去朝堂 哎 我不去 你也别去啊 夏皇 你们之前不是很嚣张 要倾国一战吗 现在还敢打猫 哼 无风不起浪 你说 到底想要干什么 交出处于 并且无常共享 酸盐矿 还不够 大夏还得赔偿我们黄金 一百万两 不错 是每年黄金一百万两 欺人太甚 简直就是明强 你还真说对 我们就是要明强 又能拿我们怎么办呢 不服 你之前亲国阵的豪气呢 还让啊你 你 父皇 三思 这可是举师拔下 虽然我们下国 有水泥做的城墙 但这一次 挡不住 父皇 为今之计 不如把楚云送去和楚国和亲 这样我下国和楚国 建立百年盟约 如此也可避免赔款 夏皇 我们楚国给错你面子 至于你们要不要 快点给我回复 我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楚国公主殿下 提醒你一句 这里是大夏 不是你楚国 你 竟然还有脸来 要不是你 我下国怎么会如此被针对 你简直就是霍国殃民 这里是夏国诱书 只要我认 随时可以将这里移为平地 寸草不胜 这就是楚云啊 也不怎么样嘛 不过皇毛小儿罢了 倒也不足为惧 夏皇 现在楚云也来了 你是交出楚云 还是将这百国之兵 吞扫你大夏国土 北梁乃陛下刀锋 只要陛下一身令下 但凡陛下所指 北梁势必 所向披靡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无知小儿 大言不惭 救你们北梁 也妄敢挑衅我们百国之兵 此等小儿 也能登上你们大夏的朝堂 你们大夏当真是无人了 父皇 切勿听楚云胡言乱语 请三思啊 夏皇我警告你 你要敢战 我便让这大夏血流成河 使恨变严 陛下 青山处处处埋中骨 何须马阁果尸环 被梁军 起战 致死放休 牛逼 牛逼 好一个青山处处埋中骨 何须马阁果尸环 打 那就打 往死里打 国王卫武 找该这样 我也让诸国见识一下 我打下国王之怒 城市遍野 血流 千里 你 父皇 不可 闭嘴 闭上你的臭嘴 朕心已决 谁再敢言 定斩不饶 夏皇 你等着 承受百姓的怒火吧 滚肚子 楚云你个疯子 都怪你 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吗 这个天下 北梁 把什么抵抗取士之兵 皇兄 你没有看到苏卿主有多嚣张吗 再不战 我大夏国如何在百国之中 抬得起头来 是活着重要 还是面子重要 你知道这一仗 输了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大夏 将会亡国呀 我记得太子殿下 曾输给我十万士兵 其中都为老若病残 甚至不伐女子 太子殿下还记得 一群垃圾而已 你现在替他作甚 难道是想恶不成 就是你口中的垃圾 垂木老将 上之未卑未敢忘忧国 试定犹虚 待何关 女子更愿以弯弓征战 做男儿 梦里曾经羽化眉 以下龙堂堂七尺男儿 却贪图安逸享乐 不思报国 枉为太子 你 楚云 北梁 既然是大夏的刀锋 那便只需听命行事 你此番作为 未免太扰乱朝纲了吧 大夏的半壁江山 都是我北梁男儿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其中你赠于他人 狂妄无知 光嘴上功夫力还有什么用 三日之后 三百万联军 必会攻打虎牢关 到时候 你们北梁五十万士兵 就等死吧 我就算给你三百万 北梁龙骑 你也未见得能守住虎牢关 我 跟你不一样 五十万对三百万又如何 我北梁 能守无助虎牢关 并且能全间敌军三百万 好 你既然这么自信 那敢不敢赌上一赌 如果北梁办到了 那就证明太子无能 我皇兄 会位 如果你北梁办不到 那行 我把你绑了 任请那楚国的小贱货 发落行不行 楚云 别被骗了 五十万对上三百万 这根本就没有胜算 大夏的命运 都交到了北梁手里 北梁岂能让陛下失望 此战 只能胜 不能败 陛下 我和太子的赌约 请陛下作证 虽然赌注有点大 但是 朕准了 此番大战 老夫和北梁的精锐 全部到了虎牢关 元儿和太子立有赌约 太子一旦输了 恐怕会兵变 老爷放心 只要千儿一些尚存 定乎世子周全 清儿 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 这回元儿就交给你了 等老夫凯旋回来 为你们举办婚礼 给你一个交代 老爷严重了 当年若不是老爷冒着 沙头的风险救下千儿 千儿恐怕早就没命了 千儿的命是老爷给的 就算为北梁做牛做马 千儿也愿意 好孩子 快快起来 爹 你先下去吧 爹 这 你不在房间里陪公主 跑来这干什么 爹明日不是要出征了吗 这次出征 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我过来看看爹爹 元儿 难得你一片消息 爹虽老了 但身体依然健硕 此番大战 爹跟北梁精锐 全部去了虎牢关 爹 倒是担心你呀 爹 我不是还有龙牙小队的吗 嘿嘿 龙牙小队 就那么几十个人 能抵得过千军万马呀 自然 要不然我干嘛 投那么多钱和精力 您放心 关键时候 龙牙可以扭转乾坤 此番楚叔叔 带那么多人前去虎牢关 也不知道能带几个人回来 这天下要是没有战争 该多好啊 天下诸国伶俐 为了利益 为了帝王的野心 从过打到至今 要想没有战争 是不可能的 若能安居乐业 谁愿颠沛流离 想要天下再没有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 一战只战 天下归一 天下归一 世子好大气魄 但这千古乱世 的确无人能做到千古归一啊 都不知道三日后虎牢关一战 我们大下有几分胜算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眼前吧 公主 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何物 此为火药质 又名炸弹 一旦爆炸 砰 方圆三十部内 众子丧命 惊者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怪不得梁王他们此番出遮 每个士兵背后 都背着一大项东西呢 有此物在的话 三日后虎牢关大战 完全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楚元 好好看看 这是虎牢关传来的最新战报 梁王受伤 生死不知 梁王都受伤了 虎牢关这一仗 怎么大下 消费了 不可能 被梁军不可能战败 你这战报 绝对是假的 老爹这是坑我 手里捏着领先这个世界 几百年的东西 居然都打了败仗 楚元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继续嚣张 继续狂啊 来人 把楚元给我绑了 慢着 父皇 梁王为了大下浴血奋战 现在更是受伤 生死不知 如若此时 我们把楚元交出去的话 岂不是含了梁王的心 含了无数北梁将士的心 黄兄 咱妹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不如我们换个条件弄它 换个条件 也不是不可以 楚元 跪下给本宫磕三个想头 再把本宫的鞋子给挺干净 兴许啊 本宫一开心就放你一马 黄兄 你不要太过分 我过分又怎么样 你拿我如何啊 我北梁男儿铁骨针针 我楚元宁死不贵 还请父皇执行赌约 儿臣已经给过楚元活命机会 只是他自己不珍惜 报 胡劳关大姐 胡劳关大姐 不可能 梁王已经受伤 区区五十万梁军 怎么能抵挡住三百万梁军 到底怎么回事 回陛下 胡劳关一战 天有我大下 有天雷相助 五十万北梁龙旗 全剑三百万联军 天假不了 这不是真的 三百万的联军 就这样没了 天雷不可空了 怎么可能怕我们呢 你该不会是 忽悠我们大家吧 父皇 那根本就不是天雷 而是楚元 最新为北梁军 研制出来的武器 叫做炸弹 一旦爆炸 就如天雷炸开 而是亲眼所见 对 是炸弹 炸弹威力巨大 梁王受伤 就是因为距离太监 给炸弹误伤 不过只是外伤不打减 好 好一个楚云 好一个北梁啊 胡劳关一战 崩坏 看以后 谁还敢招着我们大下 如今胡劳关大劫 请太子殿下退位 你 怎么 太子殿下之前的嚣张境呢 难道太子殿下输不起 之前本宫也给过你活命的机会 你莫要咬紧着不放 机会 哼 你真当我蠢是不是 当时就算我跪下了 你最后考虑的结果 不还是把我绑了送出去 还请父皇做主 儿臣只是一时冲动 还请父皇救我呀 初云 你打算怎么办 陛下 之前你也见到了 如果我输了 太子殿下断然不会放过我 既然如此 现在 请太子殿下退位 你 好 从即日起 废除下龙太子之位 至于太子之事 日后再说 父皇 父皇 虎劳关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联军未散 不如让梁王先战手虎劳关 以防变故 嗯 言之有理 楚云 北梁大军不在 看我怎么弄死你 二弟呀 当初是你让我和楚云赌的 现在我太子之位没有了 你可一定要抱我呀 皇兄莫及 虽然父王只是暂时废了你这个太子 但是这个太子之位永远都是你的 包括皇位 也是你的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皇兄 二弟有何量测 我安排小涛去偷楚云这个火虫 一旦偷到楚云的火虫 楚云没有火虫 他就是个废物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除掉这个智障 二弟英雅 嗯 夏皇 我楚国愿歌让三座城池 以表辰意 并和夏国签订百年盟约 我们天主愿成为夏国的附属国 每年上购黄金十万两 丝绸五千匹 夏皇 我们扶桑无条件投降 扶桑的两位公主愿意前往大厦和亲 还请夏皇停战 父皇 经过虎劳关这一战 我们大厦 威名远扬 诸国臣府 既如此 父皇可不展见出 我们大厦仁义风采 同意停战 不打他们了 二弟言之有理 儿臣复义 嗯 正好 既然如此 陛下 臣有话要说 哦 虎劳关一战 我们大厦大获全胜 全凭你啊 主爷 你对弹劾之事 有何意见啊 臣说过 大厦 不和谈 不和亲 陛下 这是什么意思 陛下 难道忘了当日的朝堂之术 我们大厦国 不接受任何投降 不接受任何和谈 既然开战 那便一战到底 放肆 你真以为 这大厦是你楚云说了算吗 和谈不和谈 那是父皇的事情 你插什么嘴 父皇 楚云这事藐视君威 应当严惩 陛下 臣的所作所为 皆是为了您的万事基业 祝您成为千古一帝 继续说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而今天下百国战乱千年 陛下有我 有北梁 可不趁此机会 一统天下 书同文 车同鬼 乐着千古一帝 楚云 你简直狼子野心 既然想吞并天下 简直吃了说梦 千古一定 说得轻巧 要真把我们天下百国逼上绝路 你们大厦 未必也会有好日子过 不错 放劝你们 最好是降好就收 别贪得无厌 父皇 一统天下的事情 千百年来没有人能做到 楚云这简直满嘴胡说八道 千万别提醒他的谗言啊 父皇 要三思啊 现在我们大厦 这个结局 已经是最好的了 很牛逼了 若再继续 跟这个楚云 疯狂的特色下去 只怕是我们大厦 万劫不复啊 楚云 你有几成把握 回陛下 九成 既然如此 那便站 夏皇 你是想清楚 你滚路子 别再逼命了 算先开战的是你们 现在求何的还是你们 你把我们大厦 当成什么了啊 你把我们大厦 当成软狮子捏了吗 战不过就求和 哪有这等好事 如我大厦 都得付出代价 夏皇 这没必要开战了 你们下谷有北梁 有楚云发明的炸药 但是面对的 可是天下百国 最后就算是你们打赢了 你们也得死不少人啊 是啊夏皇 咱们冷静下来 这能何谈解决的事情 何必大动干戈呢 如果赔偿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家的 真没必要这样 既起兵戈 那便既分胜负 也分胜死 传旨 大厦风火八千里 三人内 来阵几天结束 北梁为先锋 大厦全军 即刻开拔 这阵当平着九州百国 臣 遵旨 早知道就不烫这趟浑水了 半点好处没捞着 还被你们大厦追着打 楚国公主息怒 要怪就怪楚云这混账 过于狡猾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现在必须停战 否则的话 我把你们所有的事情 全部告诉夏皇 这 你什么意思 别紧张 这火冲是楚云的 现在楚云没了火冲 北梁军的主力都在虎牢关 我们何不如现在就干掉楚云 你们想想 父皇之所以敢战 是因为有楚云 有火药 有火冲 有北梁军 只要我们干掉了楚云 就断了火药的来源 北梁军那边就军心涣散 父皇就不得不停战 这个办法 二弟英明啊 皇兄 战事就交给你之伴了 只要瞎了楚云 就捷你心头之憾 好 我这几天杀了楚云 祝你成功 干死他 五国公主 你觉得 我这个皇兄人怎么样 适不适合做皇帝 二皇子 你做了那么多 恐怕也不是真的想服大皇子登基吧 他 不过是我的一枚棋子而已 你还有什么计划 我让老大去杀了楚云 是希望他们两个人斗得两败俱伤 接下来 只需你跟我进皇宫 逼那老东西退位 皇位 唾手可得 你要逼宫 我们只是把他囚禁起来而已 不至于杀了他 但是做这件事情 还需要 楚国公主 助我一臂之力 你放心 我成了皇帝 我就会终止 和楚国 和各国之间的战争 我是一个爱护和平的皇帝 我会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二皇子果然是做大事的 这么晚了 你们来干什么 出去 出去 来人 来人呢 父皇 他们都被儿臣 请回去休息了 你们是来逼宫的 儿臣哪里敢呢 父皇 您这皇位啊 传给别人也是传 为什么不能传给我呢 你 现在大夏已对天下诸国 全面宣战 京城暗流涌动 危险重重 小青 你先带着青霞和玄姬 离开京城 等这件事情过了再回来 不 我哪里都不去 玄姬流浪多年 也只有世子 把玄姬当个人看 玄姬就算是死 也要陪着世子 小青是世子的天生侍女 世子到哪 小青就到哪 你们 唉 世子 下龙 你竟敢来北梁王府行刺 老子今天就是来娶你狗命的 怎么 不服啊 你好歹也是太子 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实话告诉你个 火冲是我二弟让人拿的 我可是未来要登上皇位的 不屑于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皇兄 收手吧 你这又是何必呢 闭嘴 这个吃里啪歪的狗东西 哼 朱元 你不是很嚣张吗 来来来 现在过来 给我跪下 不然我就杀了你 你若敢杀我 你信不信 我爹连夜带着北梁龙骑 血洗皇城 你爹算个屁啊 你们北梁算个屁 都是我们大厦皇室 圈养的狗而已 现在就杀了你 我看你爹能奈我何 小心 小心 想死是不是 现在就成全你 你 世子不可 他毕竟是皇子 你若杀了他 皇上恐怕是不会放过你 是啊世子 你要冷静啊 他是皇子 杀不得啊 没错 我公是大厦的皇子 只若是杀了你一个侍女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算杀了楚云你 父皇 说不定还会奖励我呢 哈哈哈哈 你这个侍女 还是前朝的公主 说不定皇上 还会奖励我呢 哈哈哈哈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来啊 废物 如中你杀了我呀 你就是我们皇家 俱养的一条狗而已 你 哈哈哈哈 你今天如果不杀我 终有一天 我毁灭了你们被灵 杀了你全家 杀了所有你爱的人 我公要你眼睁睁地看着我 杀掉你所有爱人 哈哈哈哈 你 没有机会了 嗯 楚云你听我说 我是太子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你 你 富华 听到了吗 是火冲的声音 是我安排夏龙去杀了楚云 哈哈 就那个蠢货 怎么可能成功呢 这明明就是去送死嘛 哈哈哈哈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已经死了 没想到 你有这么态度的狠心 狠心 无独不丈夫啊 自古皇位之争 代代都是血雨行风 手足相残 那都是司空监惯啊 更何况 夏龙他是被楚云杀的 怪不得我 你 好了 不要再聊了 你现在呢 就只有我这么一个皇子 赶紧赶紧下旨吧 把皇位传给我 你尽管安享晚年 不就好了吗 国贼 你也配 朕就是死在这个龙椅上 也不会把皇位传给你的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老头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做的这个皇位 不但是我的 连你的兵权都是我的 懂吗 没得商量了 老头 夏龙已经被楚云杀了 很好 听到了没 你的夏龙被杀了 还有件事情 楚云身边的侍女 现在是前朝公主 前朝公主 我正发愁 没有充足的借口 除掉楚云呢 我的皇兄真是仗义啊 临死之前 还发现了这么大一个秘密 走 今晚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哈哈哈哈 小青 世子 你快走吧 别管我了 你刚杀了大侠皇子 皇宫里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等会儿皇宫里的人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你前朝公主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走了 你怎么办 我无所谓了 当年被老爷所救 到现在我已经苟活了二十年了 你快走吧 别管我了 好了 别说了 我带你回房间治疗 算了 不值得 小青 你是我的侍女 但你更是我楚云的女人 曾经一起从小长大的女人 世人都在如我 骂我废物的时候 只有你对我不离不弃 说什么我也不会抛下你 哟 好感人呐 哎 哎 哎 对了 对了 皇兄 你 三妹 你现在要称呼我为陛下了 怎么回事 我还要多亏了 楚云 帮我杀了夏龙 现在父皇就我这么一个皇子 皇位自然就是我的了 楚云 你窝藏前朝公主 还杀害了皇子 人赃并货都在 今天我就杀了你 棒 我崩了你 皇兄 你可要想清楚了 北梁军现在手握炸弹 势不可打 如果今天杀了他 北梁王一定会血洗皇城 主云 我今日就饶你这条狗命 我过几天再收拾你和那两个小贱货 你等着 现在小青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但是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啊 二皇兄已经联合苏青竹 造反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父皇在哪里 二皇子 应该是把陛下给囚禁起来了 我们现在找到陛下才行 现在 北梁大军也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那怎么办啊 只能用雷霆手段 震慑朝纲 拨乱反正 城外至少有三十万的大军 我们如何拨乱反正 你在闹什么呀 探 楚云 这是 龙牙小队 一个小队可抵千军万马 你以为我之前赢太子那么多钱 还有一个银矿 为什么北梁王府现在还那么吃惊啊 那你这是给他们花了多少钱啊 一个人的支出 大概 抵得上几岁城池了吧 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日内 城内城外的所有士兵全部给我放倒 还有 必须找到陛下 是 夏皇找我何事 楚国公主 楚国公主啊 今晚就有你 事后朕就寝 别太过分 过分 这很过分吗 这里是大夏国 不会 朕是大夏的天子 你不是想要停战吗 那你拿出点诚意 给朕看看 这混蛋 竟然打本宫的主意 等你灭掉北梁之后 我大楚势必命下 以报今日之辱 除掉北梁 大夏再无雄兵 只怕是周遭诸国会对我大夏虎视眈眈 和楚国公主联姻的话 倒是能为我省去不省麻烦 楚云呀 朕自从做了皇帝之后啊 总觉得还差点什么东西啊 你猜猜 朕还差点什么 你不就是想要北梁兵权吗 兵权在我爹手里 就算是在我手里 我也是断然不会交给你的 因为 不配 放肆 朕不配手握兵权 你个乱臣贼子 你也配 朕命你修书一封 让北梁王交出兵权 否则 崩了你 楚云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早已不是三日前 我们早在护城墙前做了埋伏 等北梁军回来 定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还跟他废话个啥 要我说 直接杀了德了 杀了他 北梁军就自投罗网 楚云 你今天死定了 现在赶紧跪下来求饶 待会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愉快的死 不然的话 你们真以为吃定我了吗 报 楚国公主 不好了 北梁军小队势如破竹 濒临楚国皇城 报 将军不好了 北梁军的小分队杀进我们天中皇城了 完了完了 胡桑城也被血洗了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这么快 我明明放出消息 今天要杀楚云的 这北梁军应该搬是回朝才对啊 夏泽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对付你 何须北梁大军 楚云 别忘了 你现在可在我自己的手心里呢 来人 把他拿下 人呐 陛下出事了 城外的三十万士兵 和城内的士兵 全都感染了十几 莫病在床 我们已经无人可用了 这十几也来得太巧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这 这地是他楚云所为 哎呀 你们也不蠢吧 猜对了 但是没有奖励哦 楚云 你快说 如何才能撤兵 撤兵是不会撤兵的 事情我不是说清楚了吗 楚云 你赶紧 这北梁王撤兵回来 不然我 我马上杀了你 不错 大不了 我们鱼死网破 就凭你们 也有资格跟我鱼死网破 你不撤兵是吧 我留你何用 你说你好歹也是个皇子 拿着我玩剩下的火铮当宝贝 丢不丢人 这些还不留球 什么呀 此为龙牙 身上穿的衣服刀枪不住 手里拿的是冲锋枪 可比这个火冲要好是一百倍 一支龙牙小队可抵千军万马 纵然你有三十万大军 他们一样带着我杀出皇城 楚云 楚云 之前是我瞧不起你 你撤兵 你先撤兵 我苏清主愿意为奴为兵 世子 求你了 只要你撤兵 我天主愿意归顺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对对对 我们什么都答应 什么都答应 放屁 你们凭什么求他 啊 你们三个怂婢 他不过就是北梁的一个小世子 这才是皇帝 这才是大厦的天子 凭什么求他 就不求我呢 逆子 你个老东西 怎么出来的 逆子 还不恕处就勤 朕饶你不死 皇兄 放弃吧 念在父子情份上 放屁 什么狗屁 父子情 我明明比太子 还要更加优秀 凭什么他不把皇位传给我 他毕竟是你的皇兄啊 可是他后面死了 为什么你到现在 还不舍得将皇位给我 为什么呢 难道你要将这皇位 留给楚云那个外人 你是皇子不假 可是你没有功勋 我可以立你为皇 但是你怎么能让满朝的文武 信服你呢 功勋 功勋 说到底 你还是觉得楚云 他比我更加 皇兄 背吧 皇兄 醒醒吧 只要活着 一切还有机会 我干嘛有机会 我才是大家的天子 我宁愿死 也不胜到牢狱之辱啊我 楚云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陛下 臣 也是迫不得已 以后 您还有青霞 和我 父皇 你们两个也不要自责 都是他咎由自取 以后 大侠就交给你了 就靠你了 父皇 陛下 柔然不负重望 收负兄爷七部落 全部归顺大侠 陛下 兄爷七部落也归顺了 现在我大侠真的天下统一了 整个天下都是大侠 还得是陛下英明威武 战乱不休的九州百国 居然被陛下统一了 陛下堪称千古一帝 世皇之子 恭喜陛下 负习地下 天下一统千古一帝 朕同百国天下归义 祝长臣 以朕九州龙脉 为我大侠 雇我设计 朕以始皇之名 在此立誓 朕在 当首土开疆 早平四夷 又我 大下万年之机 朕王 亦将生化龙魂 又我大下 永世不衰 此誓言 日月为正 天地共剑 先魔鬼神 共听之